歡迎來到我們1990年 今天是我們鳳霞蘇古凡的 三百九十三十年 今天就聽了對於建築 我想我們研究的領導師來 對各位來講解 他的生山松之主的建築 一個風格跟他的特徵 現在先講解一下 我們鳳霞文書學位 在後五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 我們就鳳霞蘇古凡一場 叫做台南酒店 一百風一酒店 連這個領一百年齡座列慶樂做活動 這個活動就是由 鳳霞文書學位和台南市文化 在英國所主辦的 我們就在聽 有關於生山松之主的一些建築 跟我們台南的一些特色的經典 時間是十一月十一 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 我就分了兩點 早上這點就是九點到十一點 阿波那點是阿波兩點到五點 我有一個嘗試 我只要來收拾五個而已 在九點還是阿波四點 前十分鐘在文書館學前集合 因為這個活動需要保養 我們會提供導覽手冊 我們會提供放錢水 我們會請我們方程文書協會的老師 來跟我們過來導覽接收 所以我一個要收費 收一百塊 收一百塊是 不是 成本不夠成本 如果沒有收錢 很多人報告之後 我沒有看到人 所以我們要收一百塊 一百塊就是 我只要台北都會來齁 這裡有現場的人 我們這裡有報名單 待會把我們總務 幫他拿 可以成功的名字 沒關係 這次我們的路線就是 我們台南支撐開始 台南支撐去年 台南支撐去年 這個活動叫台南支撐一百十年 都會用台南支撐去 之後會嚇到福安坑西 之後會帶去看台南市政府 有時期叫台南市政府 在哪裡 建新國中裡面 所以建新國中 它以前是台南市政府的地方 所以剛才的路叫福建路 現在是政府刷一百塊的 現在是中國後面的路叫福建路 之後帶去看水仔 水仔現在就是 現在在起美術館 叫水仔 你看 來看深山衝術錄另外一個作品 這個台南電歡迎 之後再帶過來看這個 湯德章 湯德章故居 還有李夫浩 還有總黨公 還有金山烘 金山烘 和太水的老公 之後大家來看一下 現在最夯的 最夯的打卡景點 就是這個 蝸牛巷 裡面好像有 好幾十隻的蝸牛 好幾十隻的蝸牛 出來 然後他看一個叫做 雄火龍的孫仔 包括在這個 永無國小對面 然後我們看一個永無國小 永無國小是 現在台灣總統府立場 你要請到誰 台灣總統府立場 就是台灣倒數 是現在永無國小 所以永無國小 曾經是台灣的最高行政機關 之後我們 永無國小過了之後 走回路書院 回路書院 反正回路書院 在鄉上樓 現在甩季 復俗問題 把他抵到那裡 然後回到那裡 所以我們整個行程是 整個時間是三個小時 整個時間是三個小時 易到到家 現在還要 今天要演講 麻煩各位 請你手機 麻煩跟關靜音 也要關靜音 你這個電話才有做嗎 電話 麻煩你去報告 麻煩你去報告 我們這個講師最可 給這個聽證 來 現在要來 請各位 這個掌聲請 鳳凡城的理事長 來一位今天的活動 來開場拜 來 各位 我們愛好文書的和平靈 大家好 我們 非常榮幸 請到那個 國立台灣國務團 規劃師 林中輝 來跟我們說 松山松枝這建築作品解釋 是 深山藝的作品 在台灣各地都 很多地方可以看見 在我們台南市 是 台南酒店 還有台南電話店 是電腎的作品 我們 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今天的廚房架 林中輝老師 掌聲 這位台南人都有晚安 好 今天很榮幸 來跟各位分享一些 有關於 深山松枝 他個人的身體 以及他作品一些特色 還有 你都知道 深山他在日本時代是 很多土 常常重要的一個官方 建築事實 就是他任職於工部門 然後 有點類似現在的 林建築 但是當時的 土木局的營餐單位 比建築又更 操勞 就是更辛苦 然後還要 覆蓋設計 很多新的工程 新的建築設計 那他在台灣留下 特地都有留下 非常多的作品 在台南 留下的 他的作品的數量 是 近似於台北 你說是全台灣 第二國 而且精彩度 是完全不一樣 於台北的 今天就還是先從 他的 在日本的生命開始 然後 稍微分享一下 他的 在北部的作品 然後 台中文就跳過 裡面不夠 然後我們就 直接到台南來 看一些老照片 那我就是擔任一個 照片的 胡說的 角色 所以請我 做著自己的照片 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 深山他是 大膽的 他算是 也算是一個 名人是家 就是家裡的 背景相當的 最近 深山帽子 上我凡的凡事 那 本身是 本身是 貴族 就是 不是貴族 是外交官 然後外交官之後 任貴族院的議員 但是 就是等同 類似那 上我社會的 那種感覺 可是 那其實 他父親的 關係 沒有非常好 就是他到了 後來 後來 又到 朝鮮去 因為當時 是在 日本要把 朝鮮併分 這樣一個 一個旗次 後來的確這麼做 那他大田 也是有點算是 先到那個地方去探路 就沒有回來了 那把他呢 寄給 寄養帶 屬婦家 那屬婦性子帶 是因為 就是過激離人家 可是他還是保留 他原本 深山的性 所以他從小 就是有一點 寄養一下的感覺 就覺得說 好像 好像那種 對家人 遺棄 但其實也不是那種 悲慘的遺棄 家裡是背景很好 那種 所以他 可以說是 從小就是 適合玩樂 一個玩具 這樣子 然後 天分也很好 後來呢 他進入 就是 就是 第五大學 最女士的前身 就是 東京工科院大學的 道家學的 那個 一般都只有 只有個位數的學生 是非常精進的 就是當時 全日本經過 成成三選的那種 不但是 就是只要好 當你背景 中共的都很優秀 然後呢 他在裡面是 第一母畢業 就是 他班七個學生 七個同學 那七個同學 後來 再把時間 往後啦 回頭去看 其實全部都非常悠久 就是後來 在各個領域 或者在軍方 然後又到 關係去發展 就是各個 各自有不同的 就是 這樣子 一個表現 那 三三他自己本身呢 他在 學校的時候呢 是對於一種 很新奇 有趣的東西 是非常感興趣的 所以 他的老師 陳也金武 提到他的 畢業的論文 是在研究 暖氣設備 那個時候是 1902年 就還是 中國還是搭清潔的時候 看到 已經歷經了 明治文星 那個幾年 對於 現代化的 當代的建築設備 已經是非常的 追求現在 歐洲的行程 美洲最有行程 他們可以很快的 掌握到訊息 然後 然後取得技術 然後變成 這個是他的 因為他們當時的 要求 全部都是 英文上課 就是 從 來這個 國家 創立現代化的建築系的 那個老師 就是英國人 洪德 然後他帶來了 全套在中國的 就是 訓練專業學院派的 建築師的方法 然後訓練出來的 第一批 再回來 回學到自己教 那我們這樣 三三他可以說是 如果是 就 畢國大學的建築的 武器算是第三代 但如果是就 日本的本地人 但是第二代 也是 就是陳建新的學生 畢業之後呢 他是先跟著 陳陳妍 因為陳妍 當時在 非常多的 銀行 就是他的事務所 都跟很多銀行有合作 所以他那個時候 我們就去 第一銀行 第一銀行 第一銀行是原本的 國立第一國立銀行 然後後來 後來 因為第一銀行之後 自己有專屬的銀善科 他們蓋銀行建築 然後在那個地方 做一些 繪圖員的動作 然後後來呢 因為他有一個同學 他有一個高中同學 他們那種 貴族小孩子的背景 都是念學習院 然後他高中的同學 是繼承了家裡的家業 那他們家是開牙醫學校 要寫寫手指譜 然後他同學就說 欸我們就是 現在 現在校長換我當了 你要不要來我這邊當講師 然後他 作為一個建築專業的背景 然後他就去牙醫學校 教理工科 還蠻奇怪的 就是去教物理化學 然後還有建築基礎蓋的 這邊有八個學分的課 就在那邊當講師 在當講師的時候 寫寫家要蓋新的宅邸 就是除了學校有許多的銀善子 他基本上就是去那個學校 當地站的公口 然後他人家要蓋新的住宅 其他社群 寫寫家的 醫學士家的背景 曾經家裡面的長輩 在優學哥過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叫厚騰清靈 然後那個 宅邸一蓋好之後 都可以邀請賓客啊 然後過來看說 我們家裡的那個 照照樣之類的 厚騰就覺得很漂亮 問他誰設計 因為我們學校裡 有一個講師設計 然後厚騰就說 你有個興趣 跟我們到台灣來 所以他是 他是有點被 被誘勸來抬喔 那厚騰用什麼誘因 請他來台灣呢 對於當時的日本來說 台灣這個 知不得到的殖民地 這塊心靈地 有什麼生源遺忘 其實一無所知 現在好像謠傳 都有什麼 就是出草的戀人頭 或者是各種疾病啊 聽街本歌啊 等等 總統府也知道這個情景 所以就是靠 非常優厚的心思 以及非常優厚的老退 類似十八發 就是 就是就算你已經 會關通 台灣總督府離開了 你去滿洲 去超限任職 你還可以拿 台灣總督府的薪水 非要用這種方法 然後吸引來 可是 松安不是為了錢 真真散 他地本身 那裡會缺錢 或者其實放一個消息給他 說將來 總督府在台灣的治理 必然會新建一棟 最大的建築物 就是總督府的新聽策 你有沒有機會來 來做這個案 他是喜歡做設計的人 他因為從小跟他甲林的關係 結果就覺得被跟主流疏離 然後被激養到出家 所以 小時候就是對於自己喜歡的東西 非常專業 但是對於那種很 一般人主流遵守的那種詮釋或秘密 反而不會有什麼興趣 然後甚至整個念大學 雖然他成績很好 可是也一天到晚 一有天空前 就跑到 有遺跡北九個地方去 去那邊花間酒屁 後來把其他人剛剛喜歡的遺跡 學回家當太太 就是一個非常浪漫的個性 想做什麼就幹嘛 然後 可以去台灣美好耶 然後他就跟著來 所以 當時一開始跟某人合作的時候 其實最早是 或者想要 看看他對於台灣的了解 只是給他一個嘗試的機會 當時在關東群馬縣 就是其實不時都會 全日本到處都會辦那種 辅業共進會 或是勸業聯盟會 就今天就是國安會 就是那種農業商品展 或是工業商品展等等 然後每個國安會都有各自的場館 那台灣已經是日本的殖民地了 就請他去設計 台灣館的建築物 他那時候還沒有來過台灣 所以他對於台灣的印象 就是來自一些圖片 或是一些 就是他可以掌握到的資訊 然後 後來就來台灣 我們等一下就直接看作品 來台灣之後 其實一開始是有點像是 臨時約密戶的 那樣的職位 不過因為他是大學畢業 他畢業在那個時候 是可以說是非常高的學歷 所以他是當祭師 祭師大概就是現在的公職建築師 然後他們畫好的圖 之後交給祭手 祭手就是工手主要畢業的 就是可以想像職業主要畢業的 然後幫他們去繪製成施工服 然後包括到現場的監工等等 所以他後來在台灣也有一定跟他 合作這樣密切的 像發展資格組 超不容易等等 這些都是深山的好朋友 就是深山作為一個祭師的好幫手 一些祭手 那就是在祭師時期呢 其實就有這樣 林林總總 我這邊沒有全部列演 只是把一些比較重要 具代表性的作品 稍微列出來 然後後來就轉正值 轉正值之後呢 他等於是 就是正式進入到民政部的土木局 像那個認證祭師 那就更多更大的案子 就是這樣永久性的陣營 剛才都還有一些是一些比較小型的設備 或者是一些產業設施的廠房等等 可是現在接下來的這些 我是看到的 幾乎如果還留在台灣的地表上的 幾乎都是國定古蹟 不是國定古蹟 也是市地古蹟 除非他不見了 比方說像神社 神社因為在帳後是 台灣城政府有一個公文說 要把神社消滅這樣 所以第一代的新竹神社 第一代是 就是在日本時代 就已經感激成 第二代的新竹神社 可是台南城是 深山中的路設計 然後 戰火台拆掉 等一下會看到照片 那這個是他的 大學的畢業作品 他就是靠這個 音樂獎行的 作品 拿到第一名 他只比第二名 有一個叫做 5.51的同班同學 總合成一加起來 高零點氣氛 他們班都非常優秀 就是全部都很厲害 然後為什麼我要特別常在5.51 因為5.51後來真的是太優秀 5.51後來在整個 整個京都神戶 然後大阪所有的建築家 幾乎全部都是他的學生 他有一個稱號叫做 關係建築之父 就是深山的同學留在日本 沒有 好 沒有 沒有 沒有離開 然後在關係發展得非常好 然後跟深山也保持很好的關係 所以在他後來在實施台灣總督府的設計的時候 他又請5.51來設計 總督府裡面的彩繪玻璃 5.51是很喜歡那種很細緻的東西 就是那種新藝術的那種鑲嵌玻璃的那種東西 就請他同學來做 就是常常來當槍手幫他做一些細節吧 那這個是他的畢業設計的重點 那這個看起來有點奇怪的 那個台灣建築呢 就是當時的 在關東的那個 一幅十四線聯合共慶會 其實就是 有點像是世貿或是博覽會那樣的感覺 台灣館 就是請深山幫忙設計 他現在沒有來過台灣 但是也大概有 從很多的管道 大概知道台灣是 是一個怎麼樣的形象 就是在他腦海中有一個 有一個答案這樣 所以設計出來就是長這個樣子 有點奇怪 我們可以看到他 他的 他把歇山頂轉90度變成 變成是正面 然後那個燕尾呢 就是這邊翹那邊翹的 但是注意看他的牆壁 他的開窗是很日式的 就是那種日本佛式 跟台灣的屋頂的組合 這個是大概是當時 現在對於台灣的理解 那這個作品 晚上還會發亮 就是還有那個點燈的那個 那個設計圖這樣 就是基本上就是 他跟台灣的淵源的開始 後來 又再購了幾年 這個是 珍珍已經來台灣了 然後呢 在艾滋線 明古屋也辦了 辦了那個 博覽會 然後又要設計台灣館 然後這個時候 他已經是台灣專家了 然後又委過他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他 不管是在 比例的掌握 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感覺就是比較對 就是那個 視覺上面的舒適感 就會覺得他那個塔樓的配置 然後還有 他同樣還是把蟹山頂轉為三強 但是當時 西方建築設計 在運用東方元素的時候 時常會用到這種手法 就是把原本應該是 側面的肩膀部分 當作是西洋建築的那個 三強這件事情在使用 可是你現在已經不會像剛才 有一點 還是有點頭重腳輕 然後手細細快斷掉那種感覺 就是整體的主題 他已經 真的在台灣了 然後對台灣的建築 他經驗看到像什麼樣子 然後畫出來 就畢竟是受過學院半夜訓練 他還就會覺得說 比較 比較純熟的那種 運用台灣的元素 這是那個 在 在民國有一個樣子 叫做武賀公園 然後在那裡就是 博覽會的會場 還有很多旗幹 很像台灣的那種禁事地 或者是 雅門就會有一種 就是 裝刺性的東西 那在裡面呢 就會是一些 台灣的那種特產品 茶葉啊 香蕉啊 鳳梨啊 等等 就是總督署想要 跟日本媒體宣傳說 來台灣可以投資什麼 鳳梨罐頭工廠之類的 然後就會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產業 那葡萄會期間都很短 通常都是一個禮拜 所以晚上也會開 就像我們旁邊那個 還在公園 假設他是個葡萄會廠 他很像就是 每一個都很像奇幻的 會發出風芒 這樣泄露 來參觀那個場館的感覺 後來他開始來到台灣之後 最早的一個 永久性建築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膽的作品 這是一個叫做變化交換式 為什麼說要這樣大膽呢 因為那個時候是1908年 1908年他設計這個變化交換式 他所採用的材料還有構造方式 就是全洞鋼金混凝土 這個建築技術在十九世紀末 法國人發明之後 其實當時日本已經會用了 可是日本不曉得為什麼要用 因為明治偉信之後 政府請英國人來教怎麼樣燒紅磚刺電瓦 然後怎麼樣去用這個很堅固的紅磚 取代江戮時代那些木造的防射 這已經是非常文明 非常進步很先進的一個建築技術 他們覺得這個是現在 這是未來 為什麼我們要用一個 那個紅磚刺看起來 濕濕染染黏黏黏的 乾掉之後也不曉得會不會壞掉 所以會用可是 覺得沒有推行推廣的必要 可是身杖我們講 他本身就是一個喜歡奇怪的東西 像乾鐵就是一個暖氣設備 還有空調的一些冰水主機等等 那他就覺得說 我們有一個機會可以去用全棟鋼琴 何故試試看呢 為什麼它是一個機會 因為在這一個房子裡面 上班的人沒有很多 他主要就是打電話過去 裡面的接線車會幫你掛 以前電話都兩把 然後他就幫你掛到另外一個機器 然後就接到你要打的那個電話 那個房子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二樓全都是機房 然後一樓就是幾個接線針 如果拿來蓋真的國人要使用的房子 還會不會覺得太大膽 他不像我們現在 對於鋼琴混雲組熟悉的程度 就是幾乎人的一生都在鋼琴混雲裡面 我們現在在鋼琴混雲裡面 大概也在鋼琴混雲裡面 大概也在鋼琴混雲組的醫院出生的 然後大概也是就是會在裡面 過完你的一生這樣子 但是當時對於這個新材料 日本人是很不熟悉也不習慣 但是現在就覺得說 他來到台灣總統府之後呢 其實做了一些材料的改良跟常識 比方說永久均勵 兵煮就是 就是像像城大裡面那種那種 那種銀色喔 如何讓士兵在裡面住的舒服 晚上多被老鼠在家裡跑來跑去 然後夏天多被有白蚁在那邊 把房子吃壞的 其實原本就已經有局部的 在使用鋼琴混雲組 做地板地基 做樓板 或者是做屋頂 因為你做屋頂 你就不需要用木頭做個大的屋架 老鼠就不會在裡面有空間可以跑 然後你如果地基打一層當地露露 那個白蚁就不會從樓裡面跑上來 跑到那個木頭的屋架裡面 總之就是 其實已經在局部的使用了 然後橋樑的鋪面也會用 或者是某一種房子機跟柱子可能會用架 可是一整棟都使用 這件事情在日本都沒有人做過 所以他就說那我們來做做看吧 然後做完之後就想這樣 他還是使用了一些歷史主義樣式的元素 就是他畢竟還是公共建築 他是一個官廳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雖然都是連續的那個 拱圈的帶刺序列這樣過去 可是在中間的中軸的主路口 還是有一個山牆小小的附起來 跟我們講說這邊是中軸線 那個是那種古典建築 一定會讓你感覺得到 他是對稱的這件事情 不一定是真的對稱 但至少視覺上是比真的 然後呢 他蓋的時候 這條路是台北非常熱鬧的一條西門街 遠方走到底就是 就是台北府城的西門 可是這個時候呢 還沒有做所謂的市區改正 就是多次計畫還沒有做 就是很熱鬧的街道 那種西洋社建築都還沒出現 是這棟公布門的建築先出現 先蓋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已經 因為多次計畫的要求 預留了停止腳步 就做棋樓的這件事情 他雖然是官廳 通常那種獨棟的官廳 是沒有在做棋樓的 因為官廳要保持威嚴 他不需要你每次在前面 在那邊躺 就是躺在那邊納涼 不能走一走去 但是這一棟 因為他是在商業區 他的前後都是商業之間 所以他就是用棋樓 把他的門面 一樓的裝飾先做起來 然後將來 後來蓋的呢 就是延續下去 那個棋樓就不會中斷掉 然後你看他現在拍照 然後都會去離開那個電線桿啊 怎麼覺得那東西 阻擋建築啊 當時這個 這個是文明的象徵 就是代表我們已經 把機盤設施做好了 前瞻計畫已經弄好了 所以一定要有這種 看起來非常厲害的東西 還會故意把牙路機拍進去啊 所以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們看這是他在 施作時期的一個情形 施作過程中他的老師 其實陳編金吳有來到台灣 他來台灣做什麼呢 因為他是種族府蜻蜻社的 就是密集者 以及未來的評審 所以他來看基地 他來看基地的時候 所以他就帶他來看這個案 就說我們嘗試整棟用鋼蜻粉絲 然後陳編就問他說 那這沒有問題嗎 看起來就很保險這樣 所以他就說我也不知道 沒關係 結果非常謹慎的日本人 他們做好這棟房子之後 不敢用 做完之後 在二樓塞滿了木頭 就是那種整顆的石心木頭 放得滿滿的 在那邊放了半年 竟然沒有垮下來 好像真的是很堅固的 然後才開始把基地放進去 就是很小心的 對待這種 就是一開始還不太熟悉的材料 直到過了三年之後 在橫濱還有全日本本土 就是內地的第一棟鋼筋混凝土房子 有一棟三井物產的倉庫 那還不是給人用的 就是放東西的 就是蓋了以後 人也不敢進去 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他當時 雖然是機器的廠房 可是他用了一些 一些樣式 像說一個大拱圈裡面 有兩個小拱圈 然後上面頂著一個原窗 這個是非常典型的 一個義大利北部的 包括在索羅倫斯 或者威尼斯 可以看到這種 文藝復興之後的 這樣子的開窗 但是呢 他又不是這麼純粹的 歐洲的歷史主義 比方說 他在一樓的七樓的 拱圈的柱子呢 有一些柱頭的線條 那個柱頭的線條 遠看連續過去的那個 波浪的代式 有一點伊斯蘭的感覺 他為什麼會採用這種 伊斯蘭的風格 來做他的擋住 其實他也不是法名這個用法的人 只是 他的老師的老師 他的施工 那個伊國瑜孔澤 在東京的上野博物館 就是皇室的那個博物館 他就是做一個伊斯蘭的風 混合的西洋風 所以在日本是有過這樣的做點 這樣非常不清楚 可是我要講的是什麼 就是可以看到 伊斯蘭已經蓋好的 這種變化交換紙 然後對面的這一盤呢 都還是清代的法國 都還是就是 就是有名傳人做新式公司 做造街的時候 的那些蓋出來 那種單層 突角錯 然後 木構加的屋頂 這些房子在1911年的颱風 全部都泡水爛掉 然後就做市區改正 就全部拆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後來變成這樣子 後來對面變成這種西洋式的 1911年落成的第一批市區改正的房子 就是跟1908年就蓋好的這一棟 西洋式的都已經預留了七棟 作為 這條就是現在台北人很養路 走到頂路 西門已經被拆掉 遠方這個是現在台北 有一種叫做西門紅樓 這一棟房子 這間也是一個很有名的房子 這是一個叫做松田齒科 那個松田先生呢 他是日本時代台灣的 亞裔工會的理事長 非常有錢的就是大醫生 然後他的便便就開在一個三角窗 就是現在中東突破了一條桃園界 走到頂路轉角 這個松田先生 這完全體外化 現在他們的業務關係都沒有 我只是要講松田先生 他住的房子 因為真的太豪華了 就是在台北市的大安區裡面 有他們家的宅地 前庭後園 那個昆泉還有日本庭院在裡面 這樣後就被彭夢青拿去住 就是一直住到 一直住到張藝化 就是歷任行政院長都在裡面 藍的綠的都都住過 直到後來貢之國才覺得說 那個日本房子 修財麻煩的 乾脆也是釋出讓民間 民間就是什麼社會青年什麼的 其實去使用這樣 去台北市來看到 這個松田先生他的住宅 好 再回來登山 來看到這一棟電話交換室 對面這個松田齒科 在戰後 這是鄧能光拍的照片 曾經有發生過這樣子的一個情景 那時候我在講旗舟 也就是停止腳 這種陰影華南一帶的氣候 會出現的需要 這種都市計畫的空間 對於中國來的 北方來的 高緯度的 不了解為什麼 在我自己家的那個地界上面 我需要去空一塊地來讓大家使用 所以後來得到這個松田齒科 我不曉得是誰啊 就是他就把旗舟封起來了 就自己騎轉 就是把這個房子圍牆這樣做起來 當然後來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柴條 換一整棟的柴條 那這也是鄧能光的作品 可以看到這邊這棟房子呢 其實後來在1930年代 董督府就是又蓋了新的電話交換室 需要更多的電話交換的設備 然後就換了地方 那搬走之後 這棟拿來變成很多個單位在進駐 包括董督府的那個觀光推廣課啊 或者是一些賣一些熱產品 所以反而就是變成一個 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的一個觀察機關 可以看到這個帳戶他都還還在使用 那個玻璃的反光都還保持得非常好 可是前面的道路的情況就已經 慢慢變成我們熟悉的樣子 那旁邊的這個 這棟反而現在還留下來 這是先 這是以前的台北信用組合 金手軍設計的 那現在是台北的失地固域 不過後來這棟就整棟拆掉變大陸 然後變建這樣 OK 我們來看山山它還有一個 跟水道 也就是上下水道 這個基盤設施非常非常深厚的圓圓 有一個叫做台北水源地的地方 在台北的公館那一帶 那個地方是請了蘇格蘭的祭師巴爾登先生去看說 新電池什麼地方適合取水 拿來變成就是你過濾之後可以變成自來水 然後日本就在那邊蓋水廠 然後蓋完水廠之後 要開始在那邊做這個水廠的各式各樣的設施 包括這個叫祭桶室 祭桶室就是把水從西裡面抽出來 打出來之後 然後祭桶室前面有沉澱池 然後沉澱完之後再把水送到山上去 然後再加民凡再過了一個程序之後 再讓它從山上衝下來 然後透過那個壓力送到各個地方去 這個祭桶室正在中一部設計 長得很不像一個廠房建築 這祭桶室現在非常多的MV 廣告 時尚雜資都去連拍 因為它就像是一個車站或是服務館之類的 為什麼要把一個沒有人在使用 真的是沒有人 只有一個操作員在那邊 裡面全都是那種大型機具 就是把那個水抽上來的馬達 為什麼要蓋得像是一個宮殿這樣的房子 簡單來說 整個全世界十九世紀 在工業革命之後 需要許多這樣的機具廠房 都是一個人類文明上面 新跑出來的功能 以前並不需要這些東西 所以跑出來之後他們會想說 這個房子要長什麼樣子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把以前曾經拿來使用過的 建築風格的形式去套用 所以 因為不是成長 我就沒有放進來一個案例是 台南的那個 配電所 長得就像是一個小別裝一樣 非常非常漂亮 精緻的一個 一個別墅 它裡面是配電所 那從那樣的情形 在台北 在那邊就設計這個兩個 有點像是神殿的那種窮地 這兩個下面是 就是一個是辦公室 一個是貴電所 就是來參觀的 一個在那邊休息 然後當時 台車回到這樣過去 然後下面裡面的這排 全都是幾具 你看它的設計組 就是把所有他們學到的 對於西洋建築的理解跟詮釋 就是運用在各種現代化的設施 的外包裝 這就是國民開化 就是我代給台灣人 什麼叫做文明 就是為什麼 我有自由裝置你們 我會這些東西 我走在世界的文明的前線 那你先看這張藍菜圖 的這個 它在畫壓抑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 生餐桌就住跟 他那時候還是主桌子 然後有跟他一些 合作的這些 技術的名稱 他們當時 都相當被一個簽名 就是把他們的心思 就是簽的很漂亮 像是一朵花那樣的 好 這裡是一個選地基礎寺 當時的 這個已經是蓋好了 十幾年以後 地國大學的學生去這邊 地國大學在旁邊 就在這邊 所以台大還有一個水源校區 就在這邊 就是很悠哉在那邊 仔細給你看一下 中間這位同學 我不認識他是誰 可是呢 他的頭上這邊 就是同像 這個就是霸人燈 就是總組 因為霸人燈 請他 他本來是 東京的政府 請他去日本規劃 水道跟都市計畫 然後後來他會 動作可以請他來指點 指點 包括 台中 台南 一個都市計畫 水道該放在哪裡 然後 水管路怎麼配 都是他 帶著 他的學生 畢業民次郎 然後畢業民次郎 後來還有一個 很有名的學生 叫發田林 就是發了燈 銅像在這邊 然後 那個 他後來被菲律撕掉 然後 然後銅像上面 就有獲得金銘 寫給他的 就是紀念這個 發了燈具 怎樣怎樣 那個銅像在戰前 就不見了 大概就是被 戰爭的時候 被拿去銅像報國 就是可能會 容易爆炸他幹嘛 然後那個台座現在還在那裡 好 這個是 空襲的時候 因為這是重要的水道設施 就是炸掉的話 台北的那邊水河 所以你就是想辦法 把它尾裝一下 因為這還真有用 就是後來這個就是 安然度過 台北大空襲 現在就是非常熱門的那種 拍照時間 那剛才在那個銅像促進 我們可以看到 很大一個白色的花臺 這個花臺也是 日本時代就有的 這是什麼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花臺下面 有一個孔洞 這個孔洞是整個 水源室的計統室 在運作的時候 它那個馬達在震動 然後會產生熱氣 那個熱氣非常非常的熱 一定要讓它 從各個地方站出去 所以這棟建築物 雖然看起來 只有地板上面的這個建築物 其實它下面很多管線 拉得很遠 讓它熱氣從下面管線 然後花臺拉得遠遠 排出去 排出去 所以這就是太熱氣了 然後各位可以注意 它的窗戶 它的窗戶是 不是我們常見的那種 工部門的關心 就是上下水拉窗 那種中水窗 它不是 它就是 有兩個軸 然後可以 可以這樣子翻出來 翻出來之後 它的用意是什麼 它其實是要讓 裡面在運作的機具可以散熱 然後呢 它又不會 太多的窗框去接觸 但是可以動的那個窗框 然後不會有太多的密集 接觸到牆上面的窗框 所以這個建築物會震動 這個建築物在震動的時候 不至於把那個玻璃震破 所以這就是 有人在使用的建築物 有機器在使用的建築物 他們在設計上 會有一些比較細緻的差異 那因為設計的那個 水道相關的設施 所以隔年 正在下個作品 就是水道科長的宿舍 就是管那個水道的那個長官 然後在台北的南菜園附近 就是有一個洞這樣的洋油 這房間還在 是台北的司令普及 不過歷經了多次的改建 以及增建 為什麼改建呢 因為後來水道科長的這個職位 可以就是 差不多水道建制完成之後 工程車隊他會併到獨木科裡面 變成一個小科 然後這個官社呢 另外一個新成立的單位 叫做台灣軍司令部 以前沒有台灣軍 以前是台灣守備隊 混成旅團等等的 然後等到後來 變成文官種族時期 變成有一個 有一個專門管台灣軍的一個 一個將軍 然後那個軍司令就是 去用這個水道科長的房子 然後請陸軍的機制 前景新衣 就是又重新的去增改建 這是深山那個時期的 關於這種房子 台南的前信岩老師 有非常詳盡的研究 就是他的論文 他也談到這個 洋館 那個時候上游社會的 或是比較高高層 高高階層的 住宅 都有所謂一個 洋館是代客的 社交使用的 然後一個河館是真的 居住生活的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 其實已經是針線在針線了 包括這樣後 又改了一個很大的這種車際 因為為了讓那個大關的黑頭車 可以停在上面 後來有什麼大關住在這裡呢 身體人被軟禁之前 是又住在這個地方 然後後來又公道政府被抓 抓去拿來關起來 但是他之前還住在這裡的時候 他就是因為他的職位是階梯的 日本是在那個台灣軍 在將 然後他就是用這個關設 那這個關設在 因為在後滿長的時間 一直到現在 陸軍是把他拿來當作那種高級長官 吃飯的地方 聯誼廳 所以簡稱陸聯廳 陸軍聯誼 然後 因為餐廳建築 所以一定會在住宅上面去 徵建很多空調 或者是屋頂破掉 就是拿到鐵平空空 所以前進也開始整修 那現在是已經修好 差很大的庭院 這個是整修之前 你可以看到這種戰後的 現在主義的針繭 就直接黏在上面 可是呢 這個空間還是需要 所以現在是改成這樣 這個玻璃的好像比較輕 就是沒有那麼痛 但是還是貼在原本 原本 他這邊就是遠側 然後就是貼著庭院的那個外廊 然後上面這個兩個兩個 都是原本的 正三世紀的設計 然後再來 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台北州 還有另外一個有名的 雖然他是官方的主托 但是他還是會去接一些民間公司的委託案 我要講的是紅色的這一棟 叫做大阪商船都市會社 可是他雖然是一個民間公司 但是大阪商船呢 他其實是一個 董都府命定航路的兩家公司的情侶家 命定航路就是 董都府跟你講說 你一定要開這個船館 不開都不行 反正官方會給你補助 然後來保持那台航路的暢通 所以每個禮拜都有所謂的 基隆到省戶 高層到本民 到我們知道哪裡的這種 固定的船班 大阪商船是其中一家 另外一家叫近海遊船 就在隔壁 近海遊船就是後來的 日本時代改成叫台北遊船 台北遊船後來被一個 黨國企業接收叫陽明海域 所以現在這棟房子是陽明海域 還在使用基隆有一個海洋文化館 就是這一棟 這棟到現在是誰 誰設計的 不曉得 基隆一堆房子 很多人都有參與過 就是眾說分語 總之 比較確定 現在設計的是旁邊的這一間 大阪商船 非常漂亮 這個是跟我合作的一個畫家 鄭北哲先生 他會用提供的老照片 每天都在騷擾他 就是念畫 就是把很多那種老照片 所以交給他之後 他再把他上顏色 然後去用他現在 所能夠得到的 對於當時建築理解的資訊 如果是十般瓦 可能是這種 天藍的灰黑色 然後如果是銅板瓦 那他應該是這種 黃紅色的黃蟲這樣子 然後拿配一些 灰泥的裝飾 然後以紅色為主的牆體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所謂的陳野式 陳野就是他身上的老師 陳野經文 因為是留學英國 然後當時維多練習的時代 非常流行 用這樣子白色的裝飾去 放在紅色的牆上 一條一條的 像是彩帶一樣 纏在外面 看起來非常的熱鬧 他其實早期 這種白色的東西 是石頭 但西洋界子裡面 真的是拿來加強結構的 比方說 比方說放在窗戶的旁邊 當窗戶門框 拱圈的拱金石 或者是轉角石 或者是基礎的基石 可是到後來 建築的材料跟結構 已經越來越進步了 已經不需要 用石頭來當作結構 可是以前的那個美感 已經變成是一種愉快 它變成設計的時候的元素 就是讓我們拉幾條一條 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沒有這幾條帶絲 就是單調的許多 那陳山他設計這種 船公司的建築物 而且他又是放在港邊第一排 他真的就是在馬頭的旁邊 旁邊就是停船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對於這些建築的安排 建築設計本身 跟基地是有關係的 比方說 一樓的大門 上面是一個內凹的平台 這個平台我們可以推測 旁邊可能就是 所謂的資電長室 就是那種長官 他可能辦公室 就在這種視野最好的地方 然後他可以出來 站在這個象徵性的位置 然後呢 下面因為他也是所謂的商業區 旁邊也是有視捷 所以商船灰色 也是做起樓 這種廣圈 連續廣圈的起樓 去跟旁邊連接在一起 它是一個完整獨立的設計 但是旁邊的那些幾乎都是 一棟一棟 一棟一棟的小單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又把他的山牆做成這樣子 一個小山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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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組合成一個大的作品 就是用很碎號的小樣子 去跟旁邊的那些商店街屋 在視覺上是有呼籲的 或是說很突兀的一個大東西 任聖山剛來台灣的時候 總是已經非常的純熟 那包括一樓是用拱圈 二樓是用廊柱的這件事 等一下我們還可以看到 聖山在另外一個作品 撿到木 用到類似的設計手法 這是他當時的照片 這個其實上面寫一個大 所以大有相當的大 這個是我們從那個馬國的對岸去看 他真的就在港邊 所以他那個紅白紅白相間的這件事情 是視覺上非常刺激的顏色 就是基隆這種天氣這麼差 然後一天到晚才下雨 然後又燒美炭空氣中 或是VM2.5 可是你一路路繞繞之間 就是會看到那個紅白紅白相間的 因為你就看到 這個是港口建築非常常用的一種風格 我們看到在橫濱和神戶 也有非常多這樣子用陳野裝飾 陳野袋絲去設計的房子 旁邊這個就是碼頭案例 西岸碼頭 好這個就是剛露層的照片 其實樹的很新 那我們看這房 雖然才養成樓 然後一個三層的塔樓 貌似小小的 就是我們現在隨便一個房子都是四五六樓這樣 可是其實尺度非常高 就是它一層樓的高度 對於這種大公司的辦公室來說 它可以跳高做到很高 我們跟下面這輛車比較的這種 就是當時這種車都算是大車的 然後它的一樓是板這樣 等於說就是六公尺左右 因為後來這一間大阪商船 它原本的在台灣最主要的支店在基隆 然後台北是出張所 就是在那個 火車站前面有一個出張所 但是後來對調 把出張所改成基隆這棟 去台北設了新的台北支店 現在台北支店還在 現在是一個學地設計的 一個日本也是這樣有名的建築師 叫布編傑 我們現在正在修復 正在進行它的修復 裡面的尺度就非常高 雖然是一層樓 但是我們在想說以後打掃會很辛苦 就是那種 就是你要用器具來掃到天花板的那種高力 這個是當時一個當地的畫家 你講白了 他上去描繪這棟房子 跟旁邊的近海流傳 所以基隆火車站的關係 陳志祺的作品 因為當時是這個 基隆港專我們現在看起來是一個 好像有點過路的地方 然後有點 有點就是當當就舊的 當時我們想像這個是台灣的國門 所有來到台灣的人 就是不管你要去哪裡 就是現在越來越上來 然後晚一點可能還有高雄越來越選項 反正就船就坐九遍 但是反正早期來到台灣就是房車裡 所以基隆以前被重點式的打造 火車站以台北的大 台灣銀行也超級挑戰 然後這幾個全公司的辦公司 都是門面 都是所謂海岸第一排 所以在船上就要給大家看到 台灣被建設過的樣子 那現在他的作品就是在旁邊 是單獨這個狀態 這是火車單前廣場 大阪商船 然後火車站等等 這個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看不到那個房子 就是基隆在戰爭末期也是滿慘的 被地盤吃了很空隙 車站比較幸運 也不算逃過一節 你可以看到他也在坑坑坑坑 但至少處理結構還在 但是這一棟沒救了 他幾乎就是炸到只剩下汽油 所以後來就沒有重建 一直到現在還是一塊空地這樣 這是美軍後來來接觸台灣之後 開到的這一棟的情形 後面是港務大樓 林志強地的港務大樓 然後這個是近海遊船 它的塔樓也不見了 所以各位現在去看這棟那邊海域 是沒有頭的 只剩下身體了 頭也被炸掉 然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重建 我們都一直拿東京火車站的案例去 去遊說他 所以七星天蓋回來 好這是三棟 他們都模糊 三棟他另外一個 也是民間灰色的 就是承接案 他們當時雖然是公務員 但是他那個時候還算是一個 約聘公務員 還有比較多這種民間案 可以結 比較不會有問題 這間叫做台灣商工銀行 它是在屏東 成立一個專門貸款給台灣的農民 做農業的投資 轉成商業 比如說你要開工廠 加工等等的 然後你就把它當成 等於是一個專門 面對台灣的 定義組的信用工作 所以後來他就把他的總公司搬到台北 這個是在台北的國外路開通街現在的位置 也是民間公司然後請正在中駐設計的一個銀行的規則 非常漂亮的一個方式 然後同樣也是因為在北門附近的那個商業街區 所以他是連續的董軒的旗樓 但是上面的這種很細緻的 這樣真的太不清楚了 我們看一下也是一樣模糊 就是跟剛才那個大門商談一樣 他的那個山牆造型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把它獨立出來看 跟旁邊這種獨棟的這些商店街 也可以把它視為是一棟一棟 但是它是同樣這些小棟組合成這個大的作品 以及上面這些三牆的裝飾是非常正確的比例 就是當時我們去講一個歷史主義樣式的建築好不好看 就是在看它那個線條的長寬高組合起來順不順眼 這就是有沒有受過學院的訓練 那這些我們只看三牆的局部都會覺得是 比方說這阿姆斯這展的 或者這是第一次路在爾的那種這種三牆 那這張我是要講說 以前曾經在路口轉角這件事情 是建築師會放重點設計的 因為路口是一個 你從這條路這樣走過來 你從那條路這樣走過來 很多地方的角度都會看到的一個三角窗 是一個門面 這叫重點設計 這是那個企業的形象 但是這件事情在戰獲的 現在主義是不重視的 現在主義講究的是 內部空間基本使用了合理性 我要在裡面放辦公室 放好放滿東東 即把它用完 然後讓那個房子方方正正的 我可以把所有的樓底板的利用價值 用到最高 外面長怎麼樣 不管 所以後來這棟商工銀行在戰獲的產權接收 是第一銀行 它去買下這個房子以後就拆掉 拆以後蓋這種 我們可以看到已經沒有在處理轉角的這件事情 它就是很理性的那種現在主義的方塊屁起來 然後變成找到像現在這樣 那我這邊有一個小箭頭 這邊那個箭頭其實是在講說 這一整條街日輪時代的這種銀行企業 全部都拆光光 只剩下這一棟 現在叫做福台街洋樓 其實以前這個營道廠叫高始祖的辦公室還在 就只剩下這一棟還在 因為整條街只剩下它 所以叫福台街洋樓 不然以前其實這邊全部每棟都叫福台街洋樓 然後現在蓋成的這一棟呢 又被拆掉了 我們看到上面這張是它還在的時候 三個年代的早編 然後這個是前幾天我去拍的 因為以前台北的博愛特區有陷建 保護援手安全 所以旁邊的那個樓盆還高這樣 現在其實對面一個飛彈打過來 也沒有在管樓盆樓高的問題 所以就解禁了 解禁之後呢 原本的容積只能蓋這樣的房子 對於銀行來說當然是不夠的 我可以在這個地方蓋四十層 我為什麼要只用七層 所以把這個又全部拆掉 然後將來就會出現一個三次的廠房 然後我就在想說 其實當時他們這個真的是拆得太早了 如果這棟當時的做法是至少保留利面 然後裡面去政見 那現在反正又要拆它 但那個裡面還不在 你還是可以講 這個房子以前發生各種事情 包括PINICON以前有一個頭緒 叫光景太子 他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在一本時代 台灣經營史上很重要的人物 他也有倉庫大城的國債 然後他也有介入板橋林家 跟李春生的那種商業條件 然後他也是把業務 台灣開的電腦 然後拓展到東京跟大阪 這些房子留下來在台灣 是可以拍華麗的一組 或是伴者指數或什麼 但是沒有的話就沒有這個場景 你就是只能在文件裡面 看到這些褲子 喔好像我發生過這件事情 在哪裡也搞不太清楚 台灣就是差太快了 所以我們在同樣的路口 這一整排沒有一棟留下來 全部都不見 然後這邊將來會改一個新的房子 好這個是深山後來上班的地方 他自己設計的圖幕布 然後圖幕布的銀山科就在裡面 圖幕布在哪裡 他現在前面這條叫做長沙街 旁邊這條叫做國愛路 這個是將來總督府新聽社 就會蓋在旁邊 這是非常重要的經濟重地 就是這些單位 包括圖幕布還有旁邊的 台票局後來的圖書館 然後對面的地心部電話交換室 這些單位都是在支持總督府的運作 就是總督府這個大機器 這裡台灣有失去多多的部門 都是旁邊的法院 銀行 包圍的 那這棟就特別的華麗 因為以前的圖幕布 我剛剛問銀建署來比喻 但是它其實他們的業務大概是 除了鐵道部以外 大概是銀建署加上就是鐵路改建工程局 然後加上航廣群加上機場 就是所有人在總督府 只要是做一體設施 包含標準關設的置地 然後大道像機場 港口 小道像農業水準 然後或者是水利設施 全部都是這個單位 所以這個單位晚上是沒有在下班 非常的邪暗 我們可以看到它 旁邊後來出現一個配電所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晚上裡面都是要燈火通靈的熬夜 曾經他們在做都市計畫的時候 從1911年就是下半年開始做第一批市區改正 半年的時間才被三條街會重新打造 就是裡面的六個人 六個祭司帶著他們的下面的那些匯徒員 就是半年的時間設計雞排洞房 後來這些人怎麼樣 退休或持冠的都是身體不好 什麼肚腑神經痛啊 或是那種肝病啊 真的喔 因為他們都會去開那個醫藥證明 然後那醫藥證明後來在那個診所都還找到檔案 像山山自己本身是被結合的 就是每個這種這種 營造相關的檔案真的都是在這邊樹葉人切 但是後來 欸台灣建設他們的大房子蓋完了 這個單位就被台并 他被送到總陸府官房裡面去 就是辦公室裡面 拿到總陸府的新興社裡面 營戰客被搬進去 那這房子空出來做什麼呢 後來成立了一個國策會社 叫做台灣電力圖示會社 去用這張原本主婦的房子 所以後來我們在台灣的日本時代 後期看到這種房子 他的身分都是台灣電力圖示會社 那他也非常重要 他駐造了日月潭發電廠 還有高雄港的建設啊 之類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建築 他是很典型的 歐洲什麼叫做 歐洲很厚重的那樣子的 看起來用石頭去疊氣跟打造的風格 包括上面有這種法國式的馬薩斯屋頂 然後這邊看起來這個石頭 然後鑽造的牆面 很多都是假的 所謂的假的是什麼 其實台灣根本沒有這麼多 可以拿來做建築的食材 台灣的食材 你多只能拿來切成薄薄的大理石片 貼在外面當裝飾 它不像歐洲那種可以沉重的石材 也不是沒有 只是沉得很高 比方說做成像石頭 可是那個石頭的開採 大概可能就要好幾年 那以前清代的那個牆壁也會滿蓋 像這種建築要很快蓋採怎麼辦 其實都非常厲害 他們都是用木骨夾米牆 就是用腳台盯出一個框之後 然後上面貼很多的木條 盯進去之後用灰泥刷上去 然後灰泥刷上去之後 外面在做那個仿石材的各種的斬石子 洗石子 讓它看起來是石頭 然後外牆基本上都是鑽牆的 然後裡面的隔間牆全都是木頭的 以及看起來非常氣派的這個屋頂 它用骨架撐出來這個空間 這種我們叫馬上式屋頂 在歐洲蓋這個房子 蓋這種屋頂真的是裡面可以使用的 它就是一層樓一個格樓 而且因為法國的穗質 就是法國帝國時期的穗質 那個樓壁板面積是不算頂樓的那層 所以大家都是用好用的 一定要在裡面發揮最大的效率 可是來到了東亞之後 蓋這種屋頂就只是好看而已 極少在使用內部的空間 我們現在台灣可以看到很多以前這種日本時代 包含在日本內地蓋這個 這個屋頂裡面是幹嘛呢 就是屋架而已 就是用屋頂撐出來這個空間 然後有一條叫做包道 那個包道就是當你去維修這些老屋床 當你去換這些石板掛的時候 工人太走了 一般還沒有再上去 只有排隊有一個叫鐵道飯店 上面還有幾間客房 那個熱死了 那個在法國巴黎這種屋頂裡面 看起來很帥氣對不對 那個裡面都是用人在住的 或是把廁所跟那種廚房那種 服務性空間放到上面 因為它開窗小 然後呢它又是屋子最高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想說 欸最高的地方呢 視野應該很好啊 view很好為什麼是不會再住 因為以前每家都在燒煤炭的時候 其實你爬到最高的時候都看不到 反而是大概住在三四樓的地方 外面是行道樹 那邊是空氣最好的 然後一二樓出租店舖 然後上面是住小孩 然後頂樓住幼稟 大概是這樣 可是在日本蓋上的房子 為什麼就不用 來到台灣也是一樣 蓋這個房子 它裡面就是一個空的空間 這個是上台照片 就是洗出來之後 照鏡頭再翻譯這個 所以稍微可以判斷一下 它以前大概是想要表現一種 鑽石混購的一個這樣的效果 好像一定是十半碗 旁邊這邊也有一個小房子 這個房子也很有趣 它就是L型的平面配置 所以它從這個地方包圍的這一棟 從這個地方再長出來 它就是配電鎖 就是整個包含土木部 以及旁邊的總路子 還有這些銀行法院 晚上不斷點都是要靠它 不會有什麼SOP出剎的時候 突然就跳電這種事情 這就是那個本色配電鎖 那配電鎖跟總督後面 你可以看到這邊 有隱隱約約的一個線條 這個就是後來的總督府 然後這邊是他們騎自行車的空情 是空情 然後有一個腳踏車桶 就是貼在後面 這張是站在總督府的陽台 三樓陽台 拍台北的現在的佛愛鱸 現在是陸設計的土木部 這個時候已經是電鎖匯車 然後那個配電鎖 然後總督府的族群館 帝國生命匯車 遠方的巨岩百貨 比一百貨早兩天開 非常心機的老闆 就是搶先變成台灣第一座百貨公司 那我們看土木部 現在設計的遺跡 對面 這個一九二一年落成的地性部的新興社 這也是深山東部做設計的 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作品跟自己對話 然後呢 等一下會提到的土木部 在他手上落成 就是你看他手上是執行的 這個是土木局的下場 就是為什麼我現在看不到土木 跟那個基隆大阪商談一樣 因為他大部分是木造 所以那個炸彈炸下來之後會延燒 燒到燒完以後就幾乎也不用再談重建的問題 那對面的這個地性部呢 又是下一個世代的作品 剛才那個是明治連結的作品 明治是紀念的作品 但是這個已經是大正 而且大正都快結束了 就是快要進入昭和 已經整洞 全洞是用鋼筋混濁 這個時候對於鋼筋混濁 已經相較沒有這麼抑鬱 覺得說 對這些材料越來越熟悉了 然後呢 以前 為了塑造帝國威夷 去做的那個馬上式屋頂 現在也不用 那個是政府剛來的時候 為了要就是 正設殖民地 不只是正設殖民地 他們在東京也坐 在大阪也坐 就是當時剛學到的 後來發現那個屋頂就是華爾夫斯 你們也不能幹嘛 所以到了鋼筋混濁的時代 你們可以看到 就完全變成平屋頂 然後呢 雖然是平屋頂 可是它還是所謂的 西方歷史主義樣式 就是還是有這些拱圈列柱 而且先生非常高明的去運用 這邊的列柱 就是所謂的巨柱式 像雀葉銀行 為什麼叫巨柱式 就是一根柱子 從一樓長到三樓 或從二樓長到四樓 的這個柱子 跟它對面的 早期它1908年的作品對話 兩個塑造出一種 非常強烈的視覺透視的效果 然後 董督甫在他手上完成的 最後的修改方案 等一下會提到 你可以看到 他又是用一個 相較於比較小的後門 去當作視覺的斷點 雖然說它小 其實它也是同一樓 開始長到三樓的樓地板 但是比起它正門的那個更大的玄關 它這是一個比較小的後門的入口 那這個用意是什麼 它可以增加這一條短短的長沙街 這一條路 這一段路 你站在這邊去看這一排序列 可以加強它的一個深度的措施 就是你只設計一棟建築 還不夠厲害 它是靠好幾棟建築 去做一個街區的視覺效果 這個真的是要在一個帝國的時代 在由上而下的設計 然後全部都是交由一些精英來打造 它有辦法去自己的作品跟自己對話 但是這一棟 我們其實在後來被把它指定成 成立品市場都把它變成所謂施病古籍 但是我們一直對它很多疑惑 比方說不知道為什麼它是不對稱 我們可以看到它大門在這裡 然後這邊有三條床 這邊三四五六七吧 所以通常這種古典的建築 對稱是基本原則 那為什麼它這邊比較長 一直以來不得其解 就是其實秘密你稍微調一下位置就可以 達到外角對稱 它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這是它的歷念度 後來才更多的史料出現 才知道說 原來它當時 這是那一段地性部 這是被炸掉的圖幕部 看起來很雄偉 但是相較於地性部 它其實小小的 以及旁邊後來再加開了這個便電所 我們可以看到如果這是一塊基地的話 這個是一旗 這個是二旗 那因為有二旗 造成了這個基地的擴大 然後當它對面 深山中度要用自己的作品 去對稱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它要做到門當部隊 所以它要把這個門 稍微的往東邊移 去跟原本的東風部隊打門 做中手線的對稱 這個是多虧美軍這幾年 公布了他們空襲台灣的地圖之後 空照圖 我們才知道原來它當時的設計 是把本色便電所也當作是它這一棟對稱的對象 這個是我們之前都不曉得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看到一張荒蠻大物 覺得哇 拉一條線 果然就從這邊穿過去 那為什麼深山這麼重視這塊地 它其實這塊地都非常有感情 它在台灣十幾年的職業生涯 它的官色就在這塊地上 它最後是畫完了這棟設計圖 然後留給總督府 它回日本去開事務所 然後把它的官色拆掉 蓋這棟地形圖 所以它那個日本職代的官色 就是存在於這個位置 現在是國師館 那後來其實曾經是交通部 然後還有發生過 有一個卡車司機 就是被開了太多發展 你覺得社會不公平 然後就是開卡車去撞大物 那個2013年的時候 整棟門面燒起來 不過乾淨的泥土 非常堅固 所以就也沒有非常嚴重 然後又修復回來 現在沒有很徹底的修復 不過裡面的隔間 因為交通牌搬走了 就把它變成是 政府總統的文物的陳列館 就我們好像逛交部越來越少 不過其實也曾經有滿多的 然後就有很多外方來訪的時候 送的禮物 那個禮物也就是各國的工藝品 也不知道放哪裡 然後收的倉庫也可惜 所以本來都是擺在總統府的回廊上面 越擺越多走路都會撞到 最後再把這邊空出來一間 就是國師館把它拿來當展開 那裡面還有一層 專門在介紹陳列館的組 跟他的作品 有機會去台北 就是免費一點開放台灣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本來是三層的建築 因為當天會林組的 所以構造太堅固了 又增建了一層 這個是在台北的華益社區 這種日本時代 中末期的當天會林組的建築 必然會碰到的問題 就是基本上 只要是RV的一定給你增建 因為帳戶的使用空間不夠 還有法院裡面給你增建 郵局給你增建 大阪燒不開給你增建 等一裡面增建 所以這個也是 到現在他的 裡面的比例 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那不可以是RV的 而且還有做過這種消防練習 所以他後來就沒有像對面那個 被燒的那麼側皮這樣 也包括他本身的材質就是比較 他裡面不只是 不只是RV這件事情 他有電梯 然後有空調 然後有耐火磚 耐火空性磚 然後有面磚 很多的材料都是 當時參考美國的建築雜誌 現在最流行的 紐約拿來蓋大樓的是哪些東西 然後他把它用在台灣的這個案 他只畫好圖 他沒有看他落成 他就回去了 因為他官色也被拆掉 我們來談 在時間再往回前面拉一點 有一個1901年落成的總督官邸 不是現在設計的 這個原案是 蘇天東武 工委也稱一講 就是現在的前輩 這些早期的祭司 他們幫台灣總督 做了一個法國式的這種別裝型的這種設計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刻意不對稱 這也是一個 類似窮頂的小院塔 可是這邊是有一個坪子 山樓的坪子 為什麼這邊有一個坪子 這個坪子所在的位置 旁邊是刺織街道 就是所有東京來的官員 所有皇族來參訪 就是一定要去參拜台灣神社裡面的北白川宮能夠親王 然後呢 所有的學生就會被動員在那邊咬小棋子 就是在這個塔樓的旁邊的那條路 所以皇族這些貴賓 什麼公什麼公這些公家的這些貴賓 就會在這個小棋子上面跟大家揮手 所以這個房子設計的時候 就知道是要這樣用的 它總督官體只是它的名字而已 總督自己都不太住在裡面 它其實就是一個貴賓館 就是一個招待手 大概是長這樣 前面一個西洋的庭院 然後這邊一個小棋子 但是這個房子因為它在興建的時候 台灣的林業系統還沒有非常的完整 就是開產阿里山的林木鐵道都還沒做完 所以很多的建材要靠進口 北海道來的木頭 那那個木頭是台灣的白椅沒有吃過的東西 非常好吃的 他們也沒有辦法去抵擋台灣白椅的熱情的攻擊 所以外觀看起來都好好的 裡面找個被注控的 所以這個房子蓋好不到十年 需要大修 幾乎是重建式的大修 那個時候就是找生產松的柱 那時候他已經來台灣上班 就說幫他就是加強體質 改成 原本是專務構造 那以這樣為基礎 你看怎麼樣把鋼筋打進去 然後加他的屁肌 加什麼三角加鋼筒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是他剛開始 這是我講的那條刺濕道路 是畫面的右邊 然後畫面左邊這條就是現在的 蓋達哥安大道 就是因為當然有 有型抗議都會在前面 就是在那個 同步管理的 這個轉角 然後以前的遊行隊伍就會從這個地方經過 幫助就是遠遠的跟你打造路這樣 這次深山修改過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當然 裡面有許多的體質的改善 包括加了鋼筒 包括加了一些防火箭單 但是外觀的形式呢 他把本來的那種 比較傾斜的屋頂 全部都是 各位注意那個屋頂的斜度喔 他要站起來囉 變得比較垂直的 稍微比較陡峭的馬大樹屋頂 然後全部改成用鋼筒做 本來是木垢甲拆掉用鋼筒去撐出這個 看起來還是這種古典的樣子 我們講星巴奧特也好 或是後期文藝復勤 總之是法國式的這種古典 可是裡面已經是非常現代的材料 裡面還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喔 包括有一個大轉盤 因為那個太暗了 所以我拍照片效果很差 那個轉盤是有個鐵鍊 然後人可以在那邊卡卡卡卡卡 在轉什麼東西呢 在轉下面大梯廳 就是很漂亮的那支樓梯 上面有一支水晶燈 那個水晶燈 以前是沒油燈 然後你要去換 然後要去擦拭 要去清洗 但是下面是樓梯 你沒有辦法再大油梯子爬上去 所以要把它放到梯上來處理 然後再把它調回去 這都是深山設計的 就是深山在做這支的改建的時候 然後包括連這個梯子都變滑綠了 你看到它用了一些仿木構造的 鋼筋混凝土的材料 後來呢 改建成這個樣子之後 最重要的貴賓來 就是 御仁親王 設正宗 就是用長成這個樣子的 工夫管理 來跟大家說哈囉 我們來比較一下改建前後 就是改建前 然後同樣的角度 改建後 原本是非常清明的圍牆 再看一下本來的圍牆 這個圍牆 為什麼要做這樣 它就是為了讓你看到文明在裡面 所以 視覺非常穿透 你就算進不去 你也可以看到天啊 出現這種庞然大霧 就是對於奔島人的 一二層樓的家屋來說 這已經算高樓了 可是後來 大家已經看多高樓 這個也不需要一天照片在那邊展示 就是為了皇族的安全 為了裡面的儀式的神秘性 或者是一個神聖性 就圍牆坐起來 可是圍牆坐起來 我們可以看到 身上把屋頂也架高樓 所以 就算圍牆坐起來 還是可以遠遠就看到那個 神聖的屋頂撲出來 像這個大帽子 這個是在改建之前 就是 所有間桌馬派 找了很多的那種 被它收服的部落的頭目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大家辦同一個回 就是創造一個 內財公園 就是很和諧的景象 我們一看到這次改建前 它都是 單柱 二樓是 朗柱是單柱 然後一樓是拱圈 然後這個是那個大廳 這個是改建後 它跟台北的東門的關係 在這邊 圍牆坐起來 然後那個 小廷的上面還坐了一個 船堅底 一個尖塔 更加的顯眼 這是改建前 從民政長官官邸的角度看過去 中間有一個 兒育獸象 這個兒育獸象 跟台南也很有淵源 因為就是同一批座的 當時 當時為了要紀念 兒育將軍 兒育總督在台灣的攻擊 由郭顯榮發起募款 大家來 遵遵遵項 跟佛倫斯的大理石場定職 然後呢 那個時候是 他還是中將職 就是兒育 就是希望能夠幫他 很盛大 把令他離開台灣 結果那個 運來的 過程 他就死掉了 所以兒育其實還蠻蠻早吃的 所以 立這個相反 還是變成一個 埃斯會 而且當時定了四針 有一針在路上 又碰壞掉了 就變成只剩三針 然後三針也有一針在這裡 台北的新東苑 放在總督官邸的旁邊 然後呢 那個總督每天上班 他就從根本出來 經過這條現在的卡拉丹大道 到總督府地上班的時候 跟他們的老前輩 就是自立這樣看 所以 台南就放在民政浴員裡面 所以以前是 收將公園 台中 台中是放在台中公園裡面 台南那個 那個頭現在在哪裡 台灣在公園 不是在台灣裡面 那個日本房子 被找到 非常的神奇 但是台灣僅存 這三針二針上 還有一個屍體還在呢 台北的這個後來當然就是 就是不知道去哪裡的 這個很正常 可是這個台中還在 然後被中華民國政府 放成一個美國人 叫陳那肥 就是通常籌見 飛虎隊的那個 那個也是總長 跟兒育同樣的職位 然後被擺在這邊這樣 好我們其實都要看這種 三三的 改建前的樣子 改建後 房子越來越多 但是沒關係它長高了 就是會變得 非常的顯眼的氣派 這裡也可以看到後來 登建的一棟 河館 就是總督其實 一開始 說服東京的國會 要蓋這個房子 其實就是 講說 並不是我要住 是為了將來 什麼北海腔中的妃子 什麼賢月宮 什麼宮 什麼大家要來 這個地方 也有一個對面館 要衛獨房去 撞南軍 安治天主 可是後來 總督真的也搬來這邊 但他也不是住裡面 就是田建帳總督的時候 在這邊 蓋了一個河管 就是他居住是使用這邊 這邊還是宴尾 還是一次使用 就是從後面的日式庭園 前面是個陽式庭園 就是你們看 往這個房子建築物這邊看 北色有非常多的回廊 看那個庭園景觀 那個庭園的設計是非常精巧的 還有瀑布啊 就完全是日本人 首次的那種 規格跟本景這樣 現況我們可以看到 深山被改建之後 把那個一根柱子變成兩根 因為跨道路裡再掉下來 所以不但變兩根 裡面還加鋼骨 然後外面用洗石子 讓它看起來像是石柱 就是模仿歐洲建築物 已經是現代的建台了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這是一根鋼骨在裡面 然後那個磚燒出來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的弧形的磚 然後構成那個柱子的本體 然後在外面上回廷 回廷上在上洗石 然後在做柱頭 就很像那個古典建築的 那個石柱打造出來 但它其實道道地利是一個 二十世紀的現代建築 這個是九迷宮 他們家一個禮宴 年輕的王子 就是昭龍王 然後來到那個 我發現當時要講說 其實這一棟在製作的過程 其實是用了非常多的 不同的來源 然後呢 當時剛蓋好沒多久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牆上的那些黑點點 這不是張屋 而是他們其中一個 其實的來源的那個 石頭裡面含鐵礦 所以通常是皮流出來的 這個到現在去台北地管 都還是這樣 就是還是 而且每次那個當天還會不一樣 這樣 有點像是有生命的房子 這個九迷宮 的爸爸 是深山在學習院的學弟 所以後來九迷宮 他們家在日本的房子 也都交給灘灘設計 不過今天我們以他台灣作品為主 這個就是歷任的總督都 然後我非常喜歡戴沒有回廊 留下他們的籤 包括這個 第七任的 武官總督 就是原二郎 這個鐵豹高手 然後在這個地方 穿的軍服很帥氣 他其實還有穿那種 就是 唐室的官服 就在同樣的位置 有排骨里長 然後這個是 首任的文官總督 田建治郎 也是戴沒有回廊籤 你可以看到那個 牆上的那個 那不是當當的 是 是 有出來的鐵秀 裡面 當然非常多精采的部分 不過因為這個海在 而且有定時開放餐館 所以有機會各位 來台北歡迎來玩 然後可以去看他現在 外交部還在管理 然後有 同時肩負著 又要把他當作國演會場 但是他又是個我畫的餐 所以又要開放給民眾參觀的功能 我放這張只是想要講這個東西 神山非常的有趣 或者說也不只是神山 當時 台灣的日本祭司 為了要出現他們的作品 在台灣的主體型 或者說特殊型 會去取材台灣的動植物 花草 樹木 台灣特有種 然後都沒花路 這間是什麼呢 這間是 女客人 就是總督的夫人 如果要接待什麼妃子 或者是什麼公主 來這邊 女客是帶到二樓去 然後這間就有棉花路頭 等一下會看到他的相對一套的東西 好 先繼續往下 這是另外一個 日本時代非常重要的 經濟來源 就是專賣事業 到日本時代結束 總共有13項專賣 包含早期的鴉片、髒腦 到後來鹽、糖、酒 這種民生用品 幾乎全部都是專賣 也就是說 你每天早上起來 然後開始吃東西 要開始使用各種日用品 你就再把錢交給專賣局 這是資產經濟非常重要的一個單位 所以要象徵國家的權利 象徵總督府的權位 要蓋一種很漂亮的停車 正在中度設計 那這個單位就是在後來 1828事件的那個專賣局 所以事件之後覺得 官感不佳 改的名字叫共賣局 做的事情還是一樣 但是其實這種 就是航天還比較公道 其實就是 還是 台灣就蠻好的 很多 應該是一個非常極端的資本主義 然後會強調私有產學 跟自由市場 可是又有這麼多的國異事業 又非常社會主義的一個縮影 很好玩 這種網路其實本來長這樣 很有趣 就是它最早的設計 其實就是要蓋塔樓 但是這個塔樓其實就是一個 為了凸顯 為了彰顯權力的象徵 它裡面一點用都沒有 它跟那個馬薩書寧一樣 裡面是 沒有使用的樓地板的機能 所以其實1913年落成之後 這樣就開始上班了 裡面的辦公室什麼都好了 然後就開始用 可是呢 後來還是非道蓋不可能 為什麼 就是為了要講說 專案這件事情 只有總部不能做 而且它就在很重要的 南門口的對面 就是 等於是台北的一個 也是一個重要的路口 所以那個塔樓 從任何一個角度看出去都會看到 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標 所以 過了九年 才把那個塔樓蓋出來 就是它蓋好以後 這個樣子長了九年 然後1922還把那個塔樓 真的落成 專案以前賺夠了 他們這種 日本時代這種 各個單位要幫自己 蓋新金色 通常都是 總部只會給你一點點 重量的預算 然後其他想辦法 一定預算 所以 都是分期建造 就是 我蓋到哪邊 可以 可以使用的 然後就 就先開始用 然後將來有預算 或是取得用地了 再繼續二三期的蓋下去 以前有一個非常漂亮的 雨梯 你看那個鑄鐵 很細緻 還有專案局的局位 然後從柱子上撐起來 上面是一個窗戶 這個東西 不曉得是不是 在戰爭期間 金屬都會拿去揉掉 所以我們現在看不到 這個是1923年 所以蓋那個塔樓 其實也是在為了迎接 下一年太子要來了 把這個房子完成 然後它的車子停在這裡 對面就是著名的南門工廠 裡面有很重要的經濟來源 鴨片跟張毛的大分子都在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三三設計的手法 看它也很像看公務一樣 路邊的這些 市場 這些都是挑選過的 你還不是想看 就可以衝到路上去看 它是對你身家檢查 覺得精神都是正常的 身上沒有臭味 早上不能吃大蒜 就是各式各樣的都規定好 然後你才可以有資格 站在那個地方 就是你看著它 一直從這個廳設 走到工廠去 視察工廠 這個是綠人 就是那個時候 已經 它其實已經是設陣亡 就是大正女王 身體不好 腦袋也不好 然後就等於是 讓大家的人提到自己的手 這種感覺 然後總督府 千拜託萬般英國 就是希望 趕快 趕快就是天神降臨 來看我們治理殖民地的成果 所以終於在1923年曾經 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事件 然後就從專賣局這樣走出來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聖誕多祝祝 你可以看到它設計這種 英國式的 維多利亞風格的 觀光金色 它會在入口的 很柱的地方 加強那個 與會的重要程度 所以用白色 仿石頭的感覺 然後呢 還不夠 它還在那些柱上 上面 好像在戴戒指一樣 就加了那個 一窟一窟的 我們叫菇柱 就是法菇的菇 這個東西在幹嘛 這個東西就是 好像這個柱子 是從石頭裡面 敲倒出來的 那種很厚實的感覺 然後呢 這個是所謂 英國系的 建築設計風格 但是我們看到 它用這個菇柱 連到旁邊 跟它的那個 白色的代飾 神眼代飾 又有對話 又有年紀 非常厲害 好 觀看這個還不夠厲害 等一下我們來 對比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案例 可以看到現在 對於這些 西洋歷史主義的 這個 手法運用 非常地純熟 現在 夜留公司 然後 夜留公司也是 其實他們也是 百般不願意 紀律在這邊上班 他們最近是想要 追求那個 新式的辦公室 可是 沒有地方可以去 因為新的那個地方 本來要開發了 然後也碰到文化資產的問題 就是建國啤酒廠 然後也蓋不了 所以他們一直 還委屈在這裡面 委屈他們 也委屈古籍 因為他們要做鐵窗 要做空調管線 然後一堆 就是針劍在外面的東西 壞了 髒了他們也不修 但是裡面還是可以看到 非常的氣派 就是 即便是很多的針劍 和缺乏維護的狀態 還是可以看到 以前 專賣的那種 總經過的那種氣勢 進去的大廳的經驗 非常細緻性 某一扭來扭去 就是 中間進去之後 它那個梯字形是有弧度的 然後這裡就是這樣子 展開來 然後貼著後面的凸窗 然後又有光線照進來 這種戲劇性的空間 不是拿來給你辦公用的 它裡面 沒有辦法放辦公作音 它就是讓你進來之後 感受到 建築師透過空間 營造來告訴你 使用這個建築的單位 非常偉大 你要心存敬畏之心 這個就是為什麼 當時要這麼努力的 用這些西洋式的 中間跟宇慧 打造這些官方的建築 然後都擺在路口 或是擺在那種 T字形的路口 就是那種圓環 放射狀的旁邊 然後把它的門口 大門開在那個 轉角的地方 但是現在裡面還在使用的狀態 這些金剛架的電話板拿下來 其實上面都是線角 都是那種傳統建築 但是沒辦法 為了要加現在化的設備 空調 電燈 等等 下面就是一般的後衛下去 但是還留下很多很細緻的部分 包括壁爐 台灣這麼熱為什麼要壁爐 以前台灣真的也是有很冷的時候 這一年還是會用到幾次 真的是可以用的 然後這就是那個 我說沒用的塔樓 它的作用就是帶給人家看 它裡面是什麼 它已經是一個樓梯走上去 就是這樣 總督母也是 等一下會看到那個塔 蓋好之後 被人家叫阿哀塔 因為就是不能幹嘛 為什麼蓋那麼高 為了讓你大尾 就看到官方同事的一個象徵 這也蠻有趣的 但是這種房子 因為它也是在 所謂的 經濟要地 國外陸區附近 所以我去房市的時候 就問說為什麼 以前他們用這種台灣的水果 鹽霧 蘋果 或者是那種蝸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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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官住在附近 國外陸區的屋頂都要放一般一般的機槍頂 然後他們就會搭建築物黏在那個古蹟上面 所以我們會看到牆上被打洞 所以他們以前的木屋直接就是打在裡面 所以這是他們的室內 然後當過兵的都知道 長官每次都會叫你搭訪房間 然後在每次如果你放假碰到過年留守 然後大家來油漆這樣子 所以就是把這個 他們也沒有把這個裝飾當成是很麻煩的 就把它敲掉 他們就是一顆一顆把它塗顏色這樣子 這也是很有趣的一種 一種時代交替之下 那將來真的要修它 也是要等到葉劉蝸蝸蝸離開 這個才有辦法去處理 那這個是裡面 基本上山山做這種街角的入口的配置 裡面都是做庭院 那後來都會變成停車場 因為車輛越來越多 那只有台南比較幸運 你要看周庭的案例 這個是同樣也是在入口的街角 台北周庭 這就是裡面那個庭院 在以前的警察是南某警察大菩薩 就是不只是管治安交通的 各種醫學 衛生 教育 然後要配合官方做很多的宣導這樣 這個是那個衛生宣導會 然後請原住民的代表來這邊上課這樣 以前的警察單位也在那個周庭裡面 那他在10年代同時做的這些大型的康庭 包括台北的 台中的 台南的周庭 還有台南的這個法院 都是我剛剛講的那種馬上是無敵 這個現在好像一天開放兩次的一區參觀 好像為了安全也不讓人家走進去 就是站在一個地方讓你看那個感覺 這就是貓道的用法 然後說窗戶壞掉去修一下等等 台北周庭 前面有一個 不是這麼討人喜歡的銅像 就是以前日本時代那種入口 都會放很重要的行政官僚或者是技術官僚 那有一些是受人愛戴的 像駐城市啊或者是什麼 這個叫大寶九滿市 這個民政長官是跟著佐久之間佐馬台一起做禮番 非常用力的一個民政長官 所以台灣人很討厭他 覺得他很殘酷這樣 然後把他放在很 政府也把他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就是 現在的國道原點 講說那個台宜線 台南線 是哪三小線 那個零公里就在這邊 那這個大寶九滿市 當然也是在戰爭期間就不知道去哪裡 可是這個台座還在 然後在戰後被放一個 一個更不討人喜歡的江東空在上面 這條就是台北的中正路跟中山路 戰後所有的城市出來 最大一條馬路就叫中正路 第二大的就叫中山路 這就是台北中正中山路的交加口 然後就有一個通向 然後後面是周廷 1915年落成的新的台北州的辦公金色 這次周廷做的空襲 就是防空設置 就是跟剛才那個基隆市比起來相較不認真 弄幾塊綠色的部分 就以為有用 還真的有用 它後來就沒有被炸到 就是躲過一階的樣子 這是鐵道部 戰三 因應鐵道 一開始賺錢了 然後呢本來用的是一個清代的關牙 用得很不開心 終於又前面蓋新聽者了 在北門外面做一個新的辦公室 我們沒看到它選擇的樣子跟風格 就跟剛才那些行政聽者非常不一樣 剛才那些都是馬上市屋頂 很歐陸的體系 法國的風格 可是馬上市屋頂的特色就是負責式 很陡峭的一次 然後比較緩的一次 一定要折兩次 這樣叫做馬上市屋頂 但是它用在鐵道部這個技術官僚的辦公聽者 它用的就是英國式的單協定 為什麼我們沒有親自為國的展覽 不過可以很合理的推斷 它考量鐵路跟英國的淵源 以及它覺得 技術官僚的辦公聽者跟行政官僚的辦公聽者 要傳達出不同的表情 但是我們也是可以看到 政局部本身跟鐵道系統的一個呼應 比方說前面這邊也有一個淡淡的 看不太清楚 這條是東半線 在台北的鐵軌 所以火車真的會這樣開過去 那就跟剛才那個大百商船 有一個凹進去的陽台 然後可以看到那個港口一樣 你可以看到這個鐵道部 也是凹進去一個平台 旁邊就是鐵道部部長社 親人路是住的辦公室 然後它就可以走到這個平台上 早上看到火車開過去 非常正常的開始上班 那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那個時候留下來的照片都拍這個角度 就是包含中軸線的入口以及這個結尾 為什麼 它就是很典型的分兩期設建設 然後蓋到一段就開始用 所以這一段是蓋完的 另外一邊是沒蓋完的 然後一直到日本實在結束 就再也沒有蓋完 所以另外一邊是手斷掉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看到這棟房子一直拍 就是拍延民北都 就是比較完整的這一段 很有趣 就是會拍它 做完的這個地方 他們還找兩家不同的營造場 一家高石組 一家駐吉組 登場提琴店 1919年六成 它採用的是英國所謂都獨的市 都獨就是 磚木混購 一樓是紅磚 然後紅磚會延伸在一些重要的位塔 但二樓其實主要是木購 這棟台國剛完成修復 但修復的過程 我們真是驚嘆一點點 就是很多看起來是石頭 或者是鑽罩 或者是龜泥 敲開來裡面全都是木頭 就是這一整棟的裡面二樓 全都是木頭 它在帳戶竟然沒有被空襲 沒有被施火 被趕把人的奇蹟 就是到現在還非常的湧見 全部都是阿里山的塊木 那我們現在去修復它 它已經沒有辦法再使用阿里山的塊木 就是只能去買越快 往快去填補這樣 這個是李火珍最近攝影集 非常賣得還不錯 而且在台南賣的理態也還好 它這次有拍到一個火車開過去 在北大陸前 那這張是比較少數 因為李火珍它不是官方攝影師嗎 就沒有必要幫官方拍蓋完的那一半 他就是拍到這邊 為什麼後來蓋不完 1932年的時候蓋了一棟食堂 以前鐵道部裡面各單位分開大家自己 在辦公室裡面吃飯 後來有一個覺得說全民應該一起 就是全單位一起精神同一動的 來這邊一起吃飯 所以蓋了一個中央食堂 也算是蠻有名的 尖山的後繼者 警守區的副手 立山俊毅 也是總督徒的李敬山技師 設計這東西 然後他就用了本來鐵道墓 要蓋完的話會用到這塊鐵 他蓋在這個地方之後 就再也蓋不完 然後後來還做了一個橋 把它們都接在一起 很有趣 開始走向一個很有機的一個建造 那這張是戰後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這張平交道跟鐵軌 跟鐵道部的關係 那這張平交道 各位有沒有看過 被注賣來台灣 裡面有提到那個 美國的領事館上班的那個作者 領事館就在平交道的旁邊 現在國稅局的整部大樓的位置 他在描述說 二二八之後 中南部的學生 要來鐵道部問陳清文說 台鐵到底什麼時候復始 因為以前日本時代 如果一天十班車 佔貨大概基本上一天兩班 第二班之後停開 然後那些學生趴下也彈心很緊張 就想說趕快來問 到底鐵路什麼時候 可以重新再啟動 然後被鐵道部裡面的 憲兵當成是暴名 全部就是打死在這個鐵路上 就是這一段路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鐵道部修復之後的 展示跟詮釋 在想說這種故事 我們要怎麼跟小孩講 我也很想要去講這種台灣歷史發生過的事情 可是又被設定成是一個要老少嫌疑 然後 好 反正我們會想到辦法 OK 這樣後反正它就是變成是 一個交通局的鐵路局的停車 繼續使用到90年代台北的流地下巴 才搬到台北車站裡面 就簡單看一下 這跟真實在沒有關係 我只是要談說它其實差點被拆掉 90年代搬走之後 台鐵說這棟垃圾建築 終於可以把它拆掉了吧 他們真的用垃圾建築 就是在自己的局裡面的業務 通訊裡面 為了要開發這團地 所以當時的鐵道迷 專家學會去搶救 所以1994年把它指定成採取古蹟 後來就不斷的升格 現在是國定古蹟 現在台鐵也覺得非常的光榮 終於把它修好 三山還有一樣 獨特的能力 也不是它獨有的 而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出的建築師 他們對於樣式的掌握 會當成是百寶箱裡面 你想要用什麼就拿來用 所以會看到這種 很像是江戶時代的旅館 但它其實完全是一棟 現代化的展覽場館 它是台北的林業試驗所裡面的 商品陳列館 那這棟呢 是三山在當祭師的時候 那個時候科長是中龍廁 然後帶著精神師郎跟林聖書一起設計 作為永久性的 我用博覽會場館都是臨時的 樣的活 但是這個就是蓋了以後 要辦什麼 各式各樣的展覽 都在裡面辦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比方說最新家庭主婦家庭用品站 就等於是現代的那個世貿的功能 然後在裡面會有各地的農特產品等等 就是用這個房子 那為什麼長得像這種相互時代的旅館 因為那個時候 奈良的物產陳列館剛蓋好就是長這樣 鄉村以前的物產陳列館 就是也是這種傳統風格 它變成這個流行 所以在台北也是長這樣 但是也只有台北的長這樣 後來在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的上面陳列館 全部都走西洋師 甚至現代主義 它是非常特別的 展館自己本身就是展示的一部分 為什麼 因為這棟1917年落成的時候 阿里山的林業開台已經相當的成熟了 所以全棟是用阿里山的塊股蓋的 可是裡面包含展示的所需的空調 光線控制燈光等等 全部都是現代化設施 所以非常衝突 就是傳統形式 然後裡面是全新感受 然後就是那種小孩子 校外教學學校都會帶去這個地方 這麼好的房子 這樣會繼續用 新的時代的新的任務蠻好玩的 它是後來來自中國荷蘭省的 荷蘭省立博物館 進駐到這個單位裡面 當作國立歷史博物館 荷蘭省博物館的特徵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在每一個個省的 自己的展示特色裡面 它的展示重點是殷虛考古 就是它挖到了商代的那些墓葬 證明著中國歷史上 真的有商代這件事情 不再只是傳說裡面 文獻中存在的草代 所以它後來是專搜墓葬品 漢朝的名氣啊 唐朝的唐山台 本來都挖出來的東西 那個什麼楚國的政務手 全部都變成他們的主力板橋 然後國民政府來台的時候 也是跟故宮一樣 挑了一些精品帶來 就是在這間 現在都是住的商品整理板裡面 很有趣 本來是展示一個 未來的新時代的展館 變成是展一個中國的很承重 而且還是墓葬的文明 所以後來的登建 這是戰貨的建築師啊 他們蓋了兩個 就是展示的回廊 然後只開了兩個門 因為裡面光線要做控制 這兩個門還是那種 墓葬形式的軟形門 就是在長調說 這個裡面的主題 就是在展墓葬品 跟故宮那個是 皇室在用那邊 是不一樣的 所以還真的有蓋出來 就是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這個江戶時期的 物造風格 跟戰後的這個 國民政府時期的這種 那種 墓葬形式有並存過 如果現在還都留下來的話 會是非常有趣的 台灣的改靠犯下的痕跡 都留下來一點 但是後來 畢竟他們的銜接處 各種伸縮縫啊 抗震等等的問題 還是太麻煩了 最後把這種材料 變成現在去台北 看到一個全洞制 清朝風變風的 歷史博物館 那曾山它還有一個 在土工局時期的 比較休閒式的建築物 因為日本人 非常喜歡泡溫泉 哪裡地下水挖出來 有點溫的那個地方 就變得溫泉 就是北投很早就有 有商人在那個地方去開採 然後發現 哇 這邊是一個 很大的觀光賣點 所以後來 總督府在這邊 設置了一個公園 公園裡面 一個公共浴場 那曾山當時 在日清報裡面 他 他那個時候 也算是放一條 沒多久 所以 主要掛名設計的是 土木科的科長 高橋成次郎 曾山是他的助手 但其實助手 我們就知道 他就是主要 真的在做施工廠 繪職的那個人 這種後來 太子又來參觀 現在也是台北還在 把他當作國館使用的一個 那 因為還在建築 發現時間怎麼過得這麼快 就趕快把照片放過去 其實我是要帶到後來 他回到日本之後 也有做溫泉旅館 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所以在台北 因為他做了這個案 很多的細節都蠻精彩的 而且他們那時候還蠻心機的 就是 因為公共的浴場 希望 讓大家 能夠盡量的使用到 越多人不好越好 所以一般的那種浴池 都是做那種 你進去之後 坐下來的 然後那個水 大概到你的胸部的高度 但它這個浴池 哇超深的 就是讓你沒有辦法在裡面 坐下來 你坐下來就會面臉 那你只好站著 你站著就會很累 然後後來後來就趕快起來了 然後站著人可以塞得緊緊 這樣子 所以 他們當時設計這個律師 為了要 就是 就是加快裡面的那個踢換 那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它所有的木材 跟其他的 做這種都座式的建築 木材一定要乾燥 可是呢 這個如果是乾燥的木材 放在這個地方 過沒過久就吸飽水漆 反而還容易壞掉 所以這一棟的木材 它就是特別 因為挑那種水器很多 然後上保護器 就是經過一些 加藥的一些工法 然後去做裁切 這是這棟它的一些特色 然後上面是那個 泡完之後在那邊吹風 然後吃冰棒 有一個大廣件 還有那種觀景的小涼亭 就是從這個涼亭 你可以看到西北斗車站 這就是為什麼台北之前 運在那邊 希望西北斗車站在原子 現在看不到 然後他們有一些漂亮的 才會多移 就是在裡面 光線 陽光在某個特定的時段 那個 會灑到那個池子上面 台色的很漂亮的感覺 好 我們看到總督官邸的位置 接下來就是 珊珊他來到台灣的 最主要的目的 他其實要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 他被托成全右來台灣 他甚至是 為了想做這個案子 想做到 他不當官都沒關係 日本是非常講究排斥論背的 在東大的學長學弟的 一屆一屆來到台灣任職的界子裡面 莊榮次郎做完 銀善科長之後 換金手勳稍微去代打了一下 但是後來是變成 應該要輪到珍珊宋就住了 然後他就講說 我最不喜歡在空門上蓋章 他覺得很麻煩 他說他就跟他的學弟 進程次郎 比他還要早來台灣 所以他就跟他說 你來做吧 他就想要做設計 他做完就想要走 他就想要做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是 全日本第一個淨土 就是 日本學習西洋 建築三十幾年的過程 終於要走到 一個比較民主化的 就是透過淨土的一個制度 選出來最好的作品 第一個案子就是台灣總統 聽起來這樣理想 但是畢竟還是一個 千年傳統的家父長治的社會 所以主導淨土的那個 陳遠金吳老師 他就是自己想要做這個案子 但是他同時又是出題的人 他又是評審 然後來參加的 全部都是他的學生 你可以知道這個淨土一定是不公正的 一定是變成 老師在評學生的圖 的這種淨土 那果不其然 後來設計的最好的 是 曾山一個學長 叫昌野宇平治 結果呢 進到這個案子 給他最高賞 不是第一名 叫第二名 為什麼 就代表第一名從缺 第一名從缺的意思就是 你們設計的都不夠好 拿回來老師自己做 但是老師不能出面的人 老師出面的就是醜聞的 這就是太明顯的裁判兼求人 所以 現在宗宗宇來參加這個季度 他是第七名 可是沒有關係 他是總督府的職員 所以他把昌野宇平治的圖 拿回東京跟老師指點 改哪裡改哪裡 然後他回到台灣來 去把它重新設計變成這樣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總督府 長得不是像昌野宇平治設計的這樣 昌野宇平治非常生氣 他現在跟成也關係也很好 也是他的就是很合意的大弟子之一 可是因為他覺得他的設計已經這麼棒了 結果還被戳掉 還被黑掉 他就每天寫投書在報紙上罵人 就一直講說 這是老師你不能這樣嗎 怎樣怎樣 就是各種各樣的一個點 講說就是我們有史以來 第一個禁讀費 怎樣怎樣 後來大家覺得 張宇平治真是一個充滿正義感的人 他其實是覺得說 他第二名那個獎金 只有第一名的一半而已 就很多抱怨這樣 但是後來因為他太 他會伸張正義的那個形象太明顯 就被公推為日本建築學會第一任的理事長 有點像是那種工會的理事長的感覺 好 這是昌野宇平治的故事 總之後來 陳也就是覺得說他這樣子的設計 雖然 不管在平面的退制的安排非常合理 還有很多結構上面的一些很細緻的一些 考量設計功力也非常好 但是還不注意傳達 本都應該在台灣像中的那樣的玄位性 那怎麼樣讓他增加玄位性 首先我們看到長野的設計的牆面 其實是非常素牙的 比較像是石頭的那樣的一個表情 比較像後來的朝鮮滷路 那樣白白的 他只有在門廳 玄關的那個地方 用了沈點帶刺 紅白紅白的鄉間提點重點 然後塔樓 這個塔樓是正常的高度 就是你去看這種西洋建築 中間做一個裝飾性的塔樓 這樣鋪三分之一出來 這個是正常的 可是 後來被 其實是陳也改了 但是 但是 我們在地址上還是會覺得是 深深中之處的修改 這個就是不正常的 就是把塔樓變成跟他建築主體 一樣高的這件事情 你看 全日樓沒有這種方法 他就是很顯然是 就是台灣總督要跟台灣有一個 象徵權威的形象 變得比較 這是歌德式教堂的比例 就是 歌德式教堂拿去做現在的景色 就會長這樣 可是他有這個古典的建築 然後呢 原本非常乾淨的那種 比較白的牆面呢 跟那個門廳的關係翻轉過來 門廳變成白的 然後整個總督府變得充滿商業風格 就是那種紅白紅白的鄉間 那是拿來做商船會設 那是拿來做市場或銀行的 可是拿來做總督府 這也是全世界沒有這種案例 所以它是個非常奇特的建築物 然後做出來之後 台灣人說 不知道為什麼總督的塔要蓋這麼大 裡面可以幹嘛呢 裡面到現在就是先臨堂去申請 就這樣而已 連呂秀研究所說 這好無用途啊 當時日信報 官方的報紙喔 他自己甚至都還嘲笑說這個塔 就是大家已經叫阿呆塔嘛 他說這個阿呆塔 唯一這個功能就是 老一可以上去築槽 然後再進去下彈 就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績效這個被修改過的方案 但是我們要看一些比較有趣的 就是它的表情是怎麼構成的 跟東京火車站一樣 它是用所謂的化妝電瓦 是跟東京這張 平常擺電瓦都會是買的 這個化妝電瓦的用意就是 這一整棟其實已經是鋼筋問題圖了 但是它又要是表現出那種磚造的風格跟語彙 所以它全部都是貼面磚 它那個面磚可以燒成這樣一百三十度的 燒成九十度的 或者是兩片次數都拼在一起 讓你完全看不出來裡面是 鋼筋火影圖藏在裡面 然後勾縫也是做得非常的細緻 正在剪刀的過程中 把它蓋好這樣子 那這是剛剛提到的同步部那個練練所 然後這些後來的低行部 幫我長官的觀測群 然後去自立部觀測 就自立部站在法院啊 這些支持的總督府運作的各式各樣 後來就是總督府還蓋一個停車場 現在還在 就是裡面還有司機的休息室跟加油站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觀測群 這個是總督府的防空襲措施 這量體真的太大了 所以他很努力的想把自己藏材都藏起來 就全台灣最大的防空 所以後來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被炸得很嚴重 接下來就是會來炸打烈飛機 重慶的那樣 以國立國 那這個是豐原的一個小學區 台北教育教學跟門廳的合照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修建之前的門廳 所以說這度把它做得非常華麗 因為它已經是石頭表現的外觀 已經沒有這麼多的色彩了 可是它在細節上佈滿了台灣的水果 然後中間一個總督府的台字紋 然後是一個大桶圈 然後上面這個殘來殘去的 這個就是綠色的那個防空襲部 很像那個我看到都覺得蠻肥狀的 很像那個武士要切副自殺以前 會拿副這樣產業的部 最後還是被炸的你看 這個30%的我一定會被炸掉 炸完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控罩 就是尤其是這一角 加上這幾個單位被炸恐怖 炸完之後呢 放了好幾年 沒錢修 然後慢慢的去募款 請先掌握公主 就是也不甘不願 最後終於把它修好 最後修好他的一個動力是 蔣介石要過60歲生日了 所以台灣人民要送他一個禮物 所以就是趕快找了募款 而且當時還有留用很多日本建築祭師 或者是在地大教學 在後來的台大 或者是在戰後的先生堂公主各單位 以及有很多上海交大土務方來的工程人員 以及還有日本人 日本時代在台灣訓練出來 像你從藥這樣的分島的建築專業者 所以戰後去修這個總督府 是一個跨國團隊 就是中日台 然後大家講不一樣的語言 用專業圖面溝通 然後就是趕快急救張的 把一些就是原本的細節也沒有做回去 反正就是要趕快先把這個房子 因為很難看嘛 擺在那個地方 就是醜醜的已經好幾年了 趕快趁著講公60歲大壽之前修完 然後把它加一個新的名字 叫做介壽館 慶祝介石公大壽的館 趁這邊都能進去 把它名字改掉 然後前面有一條路就叫介壽館 也是他在當市長的時候 變成開拉格蘭大道 這個是中幹部 一個客家人他以前跟總督府合照 在大廳 你可以看到牆上都有一些 像北白川東奧底上岸 然後他在 他的軍隊在行進間那些壁畫 這邊後來就放一個國父統項 那我要講的其實是這個柱子 山山非常努力的去打造這個大廳 讓他的遺視性非常的隆重 我們剛剛就是看到總督官邸的梅花路頭 各位注意看這邊是台灣水流 就是一套的 這也是台灣特有種 然後那個路也是 然後這些柱子20根 飄飄的從地板這樣撐到天花板 就是讓你覺得一整圈非常的壯壞 這個柱子是沒有真正的結構作用 它純粹是裝飾組 所以後來在修理的過程中 他們已經被炸得萬七八糟了 這個柱子乾脆就被拿掉了 現在去是一個非常奇妙的狀態 各位再回來看一下 原本的這個岩帶上面都有柱子 然後也有壁柱 後來這個壁柱 拿掉以後也不會倒 所以就拿掉了 現在就只剩下那個 會不會好像浮在半空中 然後只剩下壁柱的這樣的狀態 然後就變成天下圍攻 所以這很好玩 這樣也從戰火走到現在這麼多年 好像也沒有人覺得 應該把那個柱子裝回去 這是裡面的大集會廳 以前那個集會廳 不只是總督府中央的官員開會 他們那種全國慶 比方說全台灣的中學校早知 叫來集會 大家就是在這個地方 會有很多儀式在那辦 各位注意這個大垮劇的空間 兩側是有狼柱 而且它是那種 孔雀石 用綠色珠穆綠的那種漂亮的 然後撐著那個大垮劇的 它也是裝飾 就這個柱子 它是加強那個空間的神聖性 因為這個櫃子裡面 擺的是那個天皇玉兆 還有十分鐘 好 我竟然還沒有長大牌呢 我真的太失敗了 我今天 接下來 我就把它放完了 對不起 這樣講到這個樣子 就先把它講完 再會修復也是 就把那柱打掉了 很奇怪 你現在去那個藉獸廳 那個天皇玉兆 當然就換成國父 這就沒有關係 可是這個柱子 它就是跟這個結構 本身是一套的 你把它抽掉 當然它也不會垮 可是就很難看 但是也用到現在 就可以多買兩台椅子這樣 好 這是原本的門廳 這不細長 這十分鐘 反正這樣會被修成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蔣東東 他終於珍珠打包來台灣 然後他從年輕到老 就喜歡站在那個台階上面 跟大家揮手 站上去 你真的會覺得 你快要擺往大陸了 就是會有這種 深山大家沒有想過 他原本那個孔門的浪廳 到後來會被這樣使用 好 其實現在它有非常多 不是這麼西洋古典的 表現的作品 然後就是台北的新世界館 真是 太陽非常早期 其實一年代就出現這種 德國青年派的 那時候甚至 歐洲還沒有裝飾藝術運動 所以它走得非常前面 它看到 世界上在流行什麼 你現在可以在 屋裡黑 在維延看到這種 什麼 以前曾經同時代在台北 有這種電影院 然後這樣又被爆成這樣 然後後來變成工廠 從產這邊賣掉 然後 它也做了很多 不是建築的設計 包括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鑄城寺的銅像 的銅像座 後來被拿走去放森榮站 然後 像這個是 柳森伊伊 前面那些 低大的學生表板 後面那個 那個 穿個紅衣 那個 一個是台灣銀行的頭曲 然後 它的銅像座 非常氣派 現在都是讀設計的 現在放著空子在裡面 那好 既然來到台南 台南 但它非常的熟悉 我就不花時間多講了 今天帶了很多照片 來讓大家看 反正 應該大家都很熟 不熟的趕快去 親自去現場 剛剛前面兩個是跟我合作的 正美者跟李嘉重 那樣優秀的畫家 那這個是 從那個氣象塔看周庭 周庭他 分歧真見 一開始是台南聽的時候 小小有個亮提 後來開始往旁邊蓋 在那個額玉收槍園旁邊 哇 這我都可以講十分鐘 但是沒關係 請大家去看國座 就是我有提到 這棟墓園它的 壁面設計 其實非常厲害 它是來自文英父親 李嘉重 只有我的手臂 這棟墓園對於西洋界武士的熟悦 那這個是 還沒有戰艦之前 當作的就是 公學道暫時的一個校舍 然後後來 慢慢的就往下蓋 那蓋到這個地方 為了要講說 就結束了 所以做了一個小山牆 這個地方停在這裡 那 日本精神幫他整間 好 另外一個往這邊蓋 這個地方是一個獨立的單位 台南市議所 但是建築物是疊在一起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現在那個 警察署的角度看過去 上面那邊有B團 正在做上洞室 然後幹好以後 他自己有自己出入了本體 然後從週經看另外一個 深山最優秀的 陳野市的作品 台南遊樂區 這個是台灣最漂亮的遊樂區 規模最大 然後台南唯一一個 整棟陳野市 陳野市風格的遊樂區 然後看遠方深山的另外一個作品 在週經的屋頂看法院的塔羅 法院的兄弟 光這張裡面很多台南的人 故事可以 沒關係 台南當地人 講說不用精彩 都會反正看過去 那這次週經蓋好之後 長官們非常的得意喔 這麼漂亮的一個七派的房子 所以所有的重要的那種參訪活動 然後各種研討會 研修會 全部都是在他的門廊照相 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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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角度 然後開始調整一下角度 照相 那個人剛剛照得有點利 照得有點利 然後跑到旁邊去 好 再旁邊一點 就是 這房間真的太重要了 就是每一張照片 像這張 他是在週經裡面上班的 和人的助力 就是有點像辦事院 然後 好 當然也是藝術家 剛剛是廖西春 然後被炸成這樣 但是 因為 他歷經了 公民公民適應部 然後 然後台南市政府 然後 其實這個北韓的國家 然後 然後再 再後 要把它設定成是 國化資產 保持研究中心 以及後來的台灣文學館 機能的時候 就決定說 被美軍炸掉這個屋裡 要蓋回來 這個是週經的幸運 就是曾經消失的屋頂 在後來 這個是副曹星老師 之前貼在民族上 講說那個時候 有人講說 炸掉就炸掉了 沒有就沒有了 但是 他們文化資產鬼 最後的討論 是覺得說 沒有這個屋裡差很多 這個房子整個美感 線條結構 那個氣勢都不一樣 所以最後 決定才去蓋回來 然後 在早晚跟介紹的時候 講清楚說這個是新建的 來去做時代的真實性的區隔 這邊還有一個小故事 都不是以前還被人家動過 然後拿一台電話就報警 這個是 曾山所有的那種路口的 包圍住那個中庭的空間 唯一一個在再利用的時候 把那個內庭變成室內空間 原本是戶外的廣場 停車 市政府停車的空間 再利用的過程 曾國珍建築是非常細膩的去修復 處理他的界面 讓這個外牆變成內牆 這也是時代的進步嘛 東國珍建築是在台北就是 他是成大的老前輩 以前也沒有對於 哇這才能保存的關係 台北的氣象渠就是卡拆掉 然後蓋現在那個很大的重要氣象渠 那是已經三十年前的事了 然後到了十幾二十年前 要修這棟的時候 我就採用一個共神秉存 我也留老的 把它修得好好的 然後新的蓋在後面 天際線不要破壞 然後還做這種古製葉展翅 你看新的他的羽繪造型 非常的和諧 這是在那個 空間水裡被拍過去 那他的那個同屁的屋頂呢 其實歷經正經的來 修好十年 也開始慢慢的 有一層同屁 同袖在慢慢的秀 在保護下面的木頭 這是同的特性 那這個是要談旁邊的那個世衛 只期望他有朝一日 這是有一個電影那個 日曜日式戰故 用到台南的紅色絲色的故事 然後用到周梯的大門跟這個世衛 其實以前拿票上的 但是現在還帶有 只是就是被禮擺過 被增建成 戰後比較常見的那種 現代主的樣子 那這個樣子也代表了戰後的那種表情 所以到底要不要去恢復到這樣 這其實是需要討論 就像那個屋頂要不要蓋回來一樣 沒有正確答案 就是台南人希望怎麼樣最後會做一點確定 好 高塔 高塔就跟那個屋頂正成為一個對比 卡塔斯屋頂 台南都已經被修回來了 可是這個法院的高塔 同樣也是戰後拆掉 因為是考量結構的問題 那時候覺得安全問題 就沒有蓋回來 我就不細講他的那個 兩個人出入口的意涵 然後他的三角三強代表著什麼什麼 這是台南人都被我害羞 我看照片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台南的這種老照片呢 因為有一個長官叫資格爾 原本是台中州的長官 他來台南接聽長的時候正好升格 然後流向了非常多的那個 就是他升格的紀錄 然後就看到前面的 圖案跟鞋還在的時候 然後這個是學校參訪經過 這個都是網路上找到出品 然後要講的是 在這個法院 現在就是不知道 看一個新的美術館 這個地方 原本的台南神社 就是聖誕宗人數設計 還可以跟城門 可以跟照樣子 只是在那個高塔上面 看神社的情形 有方是新出現的台南遺座 然後陳正波的話 常常被人家誤認為是總統組跟台北館 其實去對比前面那個橋 還有他們的一些地地 就知道為什麼他會畫的那樣 其實是那個時候的 威尼斯觀光產業在19世紀 20世紀非常盛紀的時候 大家都喜歡去找一個原定 一個塔入畫 他只是在走那個流行路線而已 那這是戰後的攝影家拍攝 這個球球 能住也很有意思 這是任人詮釋 就是有人 比較親日的就會講說 這個是日本人 在用現在的司法制度 帶著台灣人 走向文明開化的 然後也有人講說 這個是日本人在欺壓台灣人自行地 所以一個大球壓在小球上面 反正就是看你怎麼樣去看待 評價這段歷史 那我要談的是這個牆 各位加油 大家人這麼少便把他拆掉 非常奇怪 這是一個80年代晚期才出現的牆 竟然被視為是國立古蹟的一部分 還被修復 就是他有一筆預算是去修它 他本來根本以前是 就是日本時代就是幾個柱子而已 後來再後改成這樣 好沒有修為這樣也就算了 就是有一個法官這樣 崇拜天下微風天 然後把它起來牆壁上 他就變成古蹟了 我覺得他跟那個建築物的那個 風格實在是差不多 那以前的牆是 這個是90年代拍拖 還沒有那個牆 可是他現在是被修好之後 我覺得有點太突兀了 太突兀了 好 有可能是我個人偏見 那 尤其 那些大戰艦跑出來 然後他有非常細膩的設計 又自己讓他的門廳 跟周邊的商店 那些單元是比較小的商店是連接的 但是旁邊的兩側呢 又反映了官方建築的那種 雄風厚實的感覺 他怎麼反映 他把基座抬高 各位可以看到你要去 辦個事情要走這麼多樓梯 然後跟旁邊的商店界的那個尺度的對比 他是非常刻意的去抬高他的基座 從後面看就知道 他根本就沒有必要要走到這麼高的樓板 你看到那個基座 他就是為了讓他的表情 那個關心的自明性非常的明顯 這個是曾山最優秀的作品 他把陳也是 在台南的樓局的這裡面 變成了日上旗 這是日本人去使用西洋建築到 離離禁止 變成是他們自己的那個 太陽沒有國旗 真是太陽舉 竟然因為要蓋金房 就把它拆掉了 就是帳戶都還熟過這樣子 好 那在他回到日本之後 他其實帶著他那個漂亮的衣技能國 就是回去自己開事務所 已經五十幾歲了 他在台灣任正式的總督府記事的時候 已經站著八歲 所以他是大氣晚神 擺到年輕的時候也過得舒服的日 然後在日本有各式各樣特殊的作品 比方說兩國燈會堂 這個2010年的菜單 或者是片艙館 他幫一個片艙自私廠 他們家做溫泉旅館 就是供他們的員工使用 運用到他在台北做公共浴場的經驗 所以這片艙館現在可以去泡溫泉旅館 他是有開放的 是現在用一個紅寶形式 非常漂亮 沒有辦法戲弄 趕快到這裡跳過去 然後他最終跟台灣的淵源 我們可以從一個案例看到 為了皇太子成功要做一個良心 所以他把他對於台灣所有的心格 發揮在這個新宿御苑裡面的一個台灣格 很多各式各樣的漢人的建築方式 到現在買卵票都還可以進去參觀 非常漂亮 常被拿來當作電影的場景 或是動畫的曲名等等 後來一次今天時間控制非常差 就是到了後來台南以及日本的部分 只能讓大家欣賞圖片 然後聽著小哥的滾聲 就運到晚安吧 謝謝大家 好 我們非常謝謝林老師 我們再次一對的掌聲 歡迎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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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